别杀人了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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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的把我们老大放了 不 是把江城所有的罪犯都放了 否则我就杀光他们 胡王是全球最恐怖的分子 乃是龙皇否则 我们无权释放 那就把龙皇交出来 否则 这里必将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听到没有 赶紧联系龙皇 否则 我将杀光将你所有人这儿 你找我 你就是龙皇 没错我就是龙皇 你不是要见我 是你抓了我们的首领是吧 我献你三分钟之内 把江城监狱所有的人放 否则 我一声令下 整个江城将会血流成河 那我就给你三秒钟使劲 立刻放了人质 下跪自首 否则 我送你下地狱 勇尸不再敲声 空狗 咱一个给他看看 是 给我杀 我 谁 你怎么敢杀我的人 你知不知道我在江城买了多少炸弹 要我一个电话 这个江城都会被以为平地 你觉得你还有机会打电话吗 我就打给你看看 没事了 正常吧 谢龙皇大人 龙皇大人走不去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爸 赶紧给我点钱 你要钱干什么 我想你找个妹子 找妹子 找什么妹子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我毯子都湿了 我要找妹子谈恋爱 你不说我都忘了 我之前给你定过一本亲事 那姑娘现在也十八九岁 你也发育好了 正好去找她吧 谁啊 江城楚家千金 古北京 漂亮吗 这楚家两千金啊 玉满全城 长得那叫水灵灵的 你说呢 那好那好 我要找她我要找她 这是当年和楚家互换的定型信物 鸳鸯玉 拿着 行 我先找我媳妇去了 臭漂亮 哇 马上就要做男人了 好爽的吧 这杀人入城肯定得住 哎呀老夫给亲自跟着 这就是大城市啊 自然呢 好 好多美女啊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我的吹要荡漾了 走 喂干什么 喂干什么 卧槽 还想跑 看我凌波威幕 什么东西 那不会是神仙吧 卧槽 你小偷追上来快赶紧加大油门 终于甩掉了 啊 开机酒店那里的烧牌等他呢 是得快要笑马上就上来了 哈哈哈 假身对 这皮肤不愧是储家千金 我他妈都 好热 要笑上来了 武少今晚的新郎 当得好啊 哈哈哈 到了 走 抬下去 哦 哦 真是個幽武啊 哈哈哈哈 看五少您今晚可就有福了啊 能像五少您就玩一天 死是無憾 吃一下快要帶你去喝酒 再玩玩個走走走走 好嘞 五少您把玩玩 走走走 那媽誰呀 要幹什麼老子追了你們一路 我不知道了 是你 你幹嘛追上來 居然不信 老叫我逗了 他是誰啊 火火哨 他就是個臭藥犯的 剛才我們網上營窿的時候 這小子追我們一路 我以為把他甩了 沒假當 他就來追上來 這麼做死嗎 被老子捅了呢 火火哨 他就是個臭藥犯的 剛才我們網上營窿的時候 這小子追我們一路 我以為把他甩了 沒想到 把腳也追上來 媽的 這麼做死嗎 被老子捅了他 咱們不是我的專業 替死敗 我說我別怕 小子 看你還有兩下 我在兩下在你也面前還不夠看 實際上的話 現在跪下來求饒還來得及 你怕是不知道我們農村來的 有多隱瞞似的 你敢鬥我一根手指頭試試 你看你找死 那老子就承承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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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天天舞者 天天舞者算了P 老子的經典是你們這種蝼蟻 一輩子都忘成末 小子你別狂 你要知道你在得的什麼勢力 老子大家從不管什麼勢 惹到了就打 打怎麼樣全看心情 你今天讓我格外不爽 老子要打到你全屍365塊骨頭 你老幹 老子讓你走了嗎 你想怎樣 自己沒本事贏得美女放心 就用下藥這種下三萬的手段 就是男人的吃 今天老子要不是廢的那玩意兒 算老子沒本事 我告訴你啊 我爸把送付大寶 成夜王 我幫我殺了你了 這樣子呢 那動 啊 怎麼樣爽嗎 找了你 還得來點狠啊 啊啊 啊啊啊啊 你今次我算是沒法貨害別人 滾吧 美女你醒醒 美女你醒醒 你醒醒 說吧 你啊 不 小子也太好吃了 居然對妹子像這種七清六喻的賭 沒有葉棋子不得死人啊 中毒太深 你什麼樣會估計醒不來 行吧 那我就委屈自己在這裡陪陪你吧 是你 你是誰啊 我是救你的人啊 不是我的八道 這是什麼地方啊 我為什麼會在這啊 你這個八道對我做什麼了 我沒對你做什麼呀 不信你檢查一下自己 是不是原封不動吧 就讓我趕緊碰我了 你就死定了 干净的 我再去检查点 我爸说了 城里人套我身 我还不信 我好心救了你 还把我当成坏了 你真的没有碰我呀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呀 在外面被人下了药 然后就被人带到酒店里来了 我发现以后 就帮你打跑了下药的人 还帮你解了毒 但是呢 我发现你一直昏睡不醒 就怕你有事 所以我就在这里陪了你一晚上 那是我误会你了小哥哥 对不起 没事 我是社会好青年 我就喜欢住人为乐 小哥哥你真好 那你有女朋友吗 有啊 我爸给我订了个未婚妻 就说好骗男的 行了 我就先不陪你了 我先去找他了啊 等等 还有什么事吗 要不是你 我的第一次都被人拿走了 整个人生都毁了 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让我报答你 不用不用 我爸说了 挟着大子 帮人不足报 我先走了 小哥人又帅 人品又好 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男朋友呢 喂你好 这里是春美交架吗 是啊 怎么了 她是我未婚妻 是我爸让我来的 放你娘的屁 也不找精品照着自己 你配给苏小姐提鞋吗 这人多久没出口 嘴这么丑 小子出言不逊 找我打是吧 怎么 你想打我 行行行来来往这打 打死我算你狠 妈的你别老子不敢打你是吧 老子今天就打你了 啊 啊我的傻 阿隽怎么了 这小子脑袋比死都还硬 应该是练过铁头功 不可能 真的不信你试试 试试就试试 啊啊断了断了断了 小子敢来主家找事 你等着 土总土总 门口啊有个乡个佬 那冒充你女婿 走 土总就是这小子 说美娇小姐是她未婚妻 还打人 土总就是这小子 说美娇小姐是她未婚妻 还打人 放死 等来我储家闹事拿下 那么你该不会是我岳父带人吧 小子 你再问我 我让你死了 你是不是叫楚汉先生是我呀 怎么了 那你肯定是这个吧 这秦湛男的儿子比较心烦 我爸说和你女儿定了亲事 这没做法 就你的相关吗 你配娶我的女儿 楚万强啊楚万强 你不知道我能量 敢欺负我儿子 是会出事的 怎么 你想赖账 赖账 这件事 当初就是秦湛男 和我家老爷子听说 我什么压坑就不同意 那就把你家老爷子找死了 找你家老爷子 这家老爷子是什么 就凭你个姓巴佬 想见的见的 算 我给你这背信气的人来往 把你卖给我 找我爸去 行了 行 等着 等等 等等 爸 您怎么出来了 我听外面吵得厉害 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就一乡把佬啊 过来闹事 别 别小人 背心毁毁还说我惹事 毁毁 怎么回事 老头 你还认识这个吗 你是秦湛男的儿子 你终于来了 是又怎样 你们又不认 谁不认 爸 咱家美娇是什么条件 豪门公子哥排队 都排到火星了 怎么能去嫁 他一个相关佬啊 天讲东西 我们处嫁 一诺千金 唯诺必亡 这事 没得商量 还是老首长做人有计量 孩子 你进来 我跟他安排 爸 混账中气 混 小凡 别生气 我那个儿子 不成气 你稍微等一会儿 我已经安排人 去找美孝了 马上就回来 没事的爷爷 只要这个媳妇 还认我就行 你找我 你找我 爷爷 你找我 爷爷 你的终身大事来了 终身大事 什么终身大事啊爷爷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叫秦凡 是你秦湛男叔叔的儿子 你们很早啊 就只不为婚了 所以呢 你就是他未来的媳妇 什么 只不为婚跟他 爷爷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绝不同意 老婆 你别瞧不起我 我本事很大的 你能有什么本事啊 真的 我上山捉鸟 下河摸鱼 手刀起来 一个都跑不掉 哎呦 你就是答应 也得答应 不答应 也得答应 爷爷 我就不答应 我死也不答应 堂堂楚家大小姐 肤白貌美 身材无敌 怎么可能嫁给这么一个香巴佬啊 放屎 眼里还有我这个爷爷吗 哎呀 爷爷 就算是玉皇大帝 也不能让我嫁给这个香巴佬 对 不能答应 坚决不能答应 打死都不能答应 玉梅 你说什么你 我已经跟都军家聊过了 等鹿公子从海外一回来 就和美娇定亲呢 岂能让这个香巴佬 会能成的前程啊 就是啊 爸 这美娇要是能跟鹿子 那我们储家就能平步青云了 至于这个香巴佬 怎么来的 去让他怎么躲啊 住口 你 你这个不孝子 你这要气死我呀 哎 算了吧爷爷 残酒都瓜不甜 我还是回去吧 你们城里的人 还不如我们乡乡的狗认人呢 小凡别走 你们 明天我就要召开家族大会 对此事做出一个决定 都给我想好了 别让我把你们从楚家出名 小梅 老爷 你去给小凡 安排一个房间 今天你就住在这 好的 算了吧爷爷 毕竟以我的本事 找到一个好老婆还不是问题 何必受他这窝囊气呢 小凡 你别着急 爷爷的医生 最假的就是承诺 此事爷爷一定有限 秦少爷 明晚上就再睡这里吧 啊好好 谢谢你们爷 你爷爷明天要是搞不定 就先回去得了 还不如回家种田 在这受他气干嘛呀 老婆你想通了 老婆你想通了到窝里说 好好好 老婆你要跟我睡吗 你能有点自知之明吗 怎么 你是觉得我不够帅啊 这不管 这冷酷绝美 够了 还要个价 还要个价 怎么 你跟我睡还得够钱啊 你能有点自知之明吗 我的意思是 只要你滚 我可以给你钱 不要在这里赖 还没想吃天鹅肉 我跟你说出没交 不要小看 无论是床上还是床下的本事 我都是让人望尘莫及的存在 错过了我啊 你会后悔的 一条臭虫 有什么能让我后悔的 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就去把你睡 那你给我生一百个儿子 你那好吧 你滚吧 我要睡觉了 混蛋 哎没意思 睡不着了 出去这 哎 小哥呢 你怎么在这里啊 哎小美女 你怎么也在这里 这是我家呀 你家 那纯美娇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姐 那我是你姐夫 冰瑶 别跟这个赖铛说话走 哎姐 怎么 你小瞧 老子早晚让你跪着求 现在怎么办 老爷子要召开家族大会 把美娇 强行架给他枪了下去 我是不会同意的 美娇和冰瑶 都是我的掌上民族 必须嫁入豪门 就是 以我的言之 不嫁入豪门 天理难容 可现在问题是老爷的脾气 你们也知道 那发起回来 六亲不认 能打死我 那就 一不做 二不相 你想干什么 到时候 在家族大会上 把这个东西 放到他室内 一下子就碎过去 你疯了 你想给老爷子加盟还要 如果到时候他还要坚持 就让他碎过去 再把那个香巴老 打成洒子 扔出去 不就万事大气了吗 可是 等老爷子醒过来 他饶不了我呀 你是他的亲生儿子 他还能把你怎么在 还有我和美娇会帮你说话 不然 你要看着美娇 嫁给那个香巴老不曾 行 那就这么干吧 龙皇 有消息了吗 不出所料 楚家抑郁毁约 还请动了叶家族人 准备强压老爷 可以上主义 你有事 是 为信弃义 为秦任兰之 上发龙皇令 到江城各大巨头来见 是龙皇 天啊 是龙王令 龙王令出现了 是啊 是龙王令 是龙王令 是啊是啊 龙王令 是 天啊 龙皇来到江城了 楚万强啊楚万强 你不知我能了 把我儿子当香巴老 是龙王 那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能量 江城战将周劝虎拜见龙皇 江城地下王龙池拜见龙皇 江城俊赋 夏侯天拜见龙皇 宣 宣 宣 四十大金刚 提令口 龙皇令 找你们来 也没别的事 就是我那不争气的儿子 本和江城楚家定亲 但楚家现在不认 这件事就看你们的了 什么 楚家如此放肆 明日我一声令下 踏平楚家 为少手出信 别的我没有 我只有钱 只要少就需要 开口便是龙皇放心 如果有人在江城感动少主 我周炫虎提头来见 还有一点 帮他可以 但千万不要泄露我的身份 和我们的关系 以他的性格 要知道了这些 一旦飘起来 世界就毁了 是龙皇 小凡 你放心 今天的事 爷爷替你做 嗯 谢谢爷爷 今天咱们召开这个家族大会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小凡的父亲 叫秦湛南 以前是我的部下 曾经在战场上 救过我的命 所以我就把小凡 和美娇定亲了 如今他们都长大了 也该谈婚论嫁了 不行 我反对 不行 我反对 你反对什么 水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 我的女儿 这不能嫁给 这么一个穷小子 就是了 爸 我们储家 那也是有头优势呀 难道 这因此事 人耻笑吗 住嘴 我平时都是怎么 教你们做人的 爸 那再怎么做人 那总不能 那毁了美家的幸福吧 就是 是什么事 如果每个人 都为了个人的利益 而背心弃义 这世上 还有什么诚信可言 说过的话 如同泼出去的水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不管 打死我都不会嫁给这个香巴佬 我们已经约了龙城黄金大王前总的儿子来提亲了 所以这个臭小子 最好洗洗碎了 别再做白日梦了 反了反了 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家主吗 爸 这事啊 您就别再坚持了 放弃 啊 你给我闭嘴吧 如果谁要敢再说 就给我滚出储家 我不管 我的女儿打死也不可能嫁给这个香巴佬的 你是愿意让你们储家自己倒上嫁去吧 对 我们队家间间不同意美交嫁给香巴佬 我们队家间间不从意美交嫁给这个香巴佬 这是我们储家的家事 你来干什么 因为是我队家的美交 是我的外甥女 他们的事 我置人要管 你们这是不要逼我动手吗 储老头 说以前 我绝对不会把美交嫁给那个香巴佬 老头 你还在这里废话 赶快去医院吧 阎王要居人了 混账 你敢揍我 来人了 给我拿架 放弃 我看谁敢在我家动手 储老头 你当真是要护着他 跟我翻脸 我决定的事 就是天塌下来 也绝会改变 你这是要逼着我叶家 何体决裂 爸 你别着急 喝茶 我现在把花撂在这 除非我死了 否则 此事改不了 那我也把他说清楚 我死也不嫁 要不 我代替姐姐对线婚约 加个小班哥吧 要不我代替姐姐 加个小班哥吧 拼命条 说什么呢 丽营 你傻了吗 你要嫁给香巴佬 我觉得爷爷说的对 做人应该讲的诚信 宽起来 我觉得咱们挺好 好什么好啊 你是江城美少女冠军 比你姐还要强 你可是家族最大的希望 怎么能降个一个相伴老了 好 好 还是我们家冰瑶 十大体有格局 小凡你觉得怎么样 嗯好啊 我也很喜欢冰瑶妹妹呢 行 那就把你和冰瑶的婚事定了 不行 今天谁要让小盘跟冰瑶在一起 我就跟谁拼命 对 冰瑶不行 妈 爸 外公 我已经长大了 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自己做主 做什么做 谁把你养的 长大了吃饱饮了吗 滚腰 是给我把棍子拿来 你再给我这样的事情 谁敢打我冰瑶妹妹 犯了你了 你的外人还敢管我们家的事 看在你是我未来怨恨的份上 你让太过分了 我就包饭给你看这么着了 放手 放手 你还要还了手 够了 还有吗没有 今天我两个女儿 这相伴了一个也别想起 谁艳名谁自己到女儿家去 你 你还把我当储家的家主吧 你哪呢 管不了事 那别让我管了 就是本来好好一个家庭 真想把闹一来 这闹的那鸡肺搞掉的 不喊了不喊了你们 哎哎不 爷爷 爷爷爷爷 爷爷你说话呀 爷爷 你别吓我呀 爷爷爷可不喊 但是卖国很重要 应该是要我所居 你们谁对爷爷下了药 你在胡说办的些什么 现在老爷子也不管事了 咱们不如把这星巴楼给废了 一两百两 谁那么嚣张 敢废我儿子 哈哈 爸 你怎么来了 我就知道你一个人爱成脸 会被欺负 特别来看 果然无所谅 哥和 原来你就是这个乡官老的爸爸 哈哈 你就是青江母吧 你看你人长得这么漂亮 这怎么还傻啊 自己女婿都不认 你给我闭嘴 谁是爱青江母的 当年啊 我和老爷子订的这门亲事 老爷子这个当家人都认 能不认 那怎么行啊 你怎么还不认 你瞅着他 这父子真是启发 穷疯了 还是怎么了 定想的潘高知 老人家 话不能这么说呀 我们是乡下人 但我们也是有尊严的 是不是 哼 就你父子这东西 脸都美了 还有尊严 我现在 给你们俩父子一个机会 给你们十秒钟持续 我的 我的 希望 是 否则 你们两个 雄极能量 儿子 这个媳妇你还要 当然要 变老妹妹这么好 我不允许他给别人 而是心 接着任何人 沈天国 你也听见了 我儿子他不好玩 他就想 站在这骨验里面 我说没见过 像你们两个这么不要脸的人 黄金大人到 你早就 我早就 我早就 你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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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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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就 你早就 我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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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就 女人吃啊 來 放提起禮單吃 前哨提親禮單如下 價值三百萬春秋筆一支 價值兩百萬大名畫一幅 價值五百萬江與海別墅一棟 千萬現金支票一張 謝謝前哨謝謝前哨 聽見了嗎香包老人家前哨提親啊 入手就是幾千萬哎呦 羞辱到了嗎 他這種香包老哪有臉啊 他什麼羞辱啊 也是啊他但凡有點鑽研 也不會癞蛤蟆吃天鵝肉 自取其辱 幾千萬就了不起了 我有幾千億砸死你 幾千萬就了不起了 我有幾千億砸死你 你說什麼 要拿幾千個億打死我們 哎呦真是農村人愛吹牛 你知道幾千個億是多少嗎 這擺在你面前啊 你能數得清嗎 哎哈哈就 真是窮人多悲哀啊 你當是冥幣呢啊 賬口就幾千個億啊 如此喜事 為什麼要讓這種香包老掃興呢 打出去 是 媽啊 豆瓣 廢了你們 動手啊 看著我這麼幹事吧啊 那個香包老都搞不定 還咱們出來混呢 就是 打廢他們把他們的趕回鄉下去 省得他們在城裡啊 丟人現眼 哎等等等等 怎麼 怕了怕 我還不知道怕的怎麼行 我只是想告訴你們 我當過幾天兵 挺能打的 這你們要隨便跟我動手 我下起手來 可沒情沒重 哈哈哈哈哈哈 還當過了幾天兵 挺能打 爸 你就別吹牛了 這大家又不是中莊家 靠表姐 去冰陽那邊 讓我來 乖兒子 知道保護老婆和老爸 你未來肯定是個好男人 呵呵呵 姑娘有眼光 你老公以後必是人才 別等了 動手 啊 跪下就沒事了 你去哪 爸 爸 他們這些城裡人 怎麼這麼不去打啊 他們沒中過莊家 沒力氣吧 哈哈哈哈 那他們都是廢物了 那還這麼小的 豈有此理 能打了不起了 信不信我一個電話 抓了你們父子 讓你們去蹲大獄 什麼 蹲大牢啊 還真蹲過一次 最後把牢都踏平了 老子今天看著你牛 信弄不死你 我的錢子就倒了血 王隊長嗎 我遇到兩個農村的土匪 你帶人過來抓捕 王隊長啊 我遇到兩個農村的土匪 你帶人過來抓捕 你們父子等著 很快就會去吃黃腸了 兒子 你怕嗎 爸 你說的 我秦家人 就算天塌下來也有頭頂 學父車不知怕 怎跑 爸給你保證 這個兒媳婦 咱必須取到手 我看你參考 很快你能知道 馬王又有幾隻眼了 爸 能不能幫忙確診 都是一家人 把事兒到大了 對我這現場 舒安強 你這樣打我兒媳婦 等會兒我可得讓你跪下道歉呢 你以為 你是什麼東西啊啊 國匪呢在哪兒啊 王隊長來的 國匪在哪兒啊 就這兩個香八老 從鄉下跑來有事 還動手打人 找你來 王聖書 等一下 聽你啊 怎麼了 他們不是土匪 他們是來我家聯姻的 他們不是土匪 他們是來我們家聯姻的 聯姻 怎麼回事啊 王隊長你別聽他胡說啊 是這個香八老啊 不自量力 來我家提心 我趕他走吧 他不走還打人 就是把我的人都打得好了 明明就是你們的人先動的手 你說先動手就先動手啊 你們說說看 你先動手 王隊長是那個香八老 現在的人 這群王八蛋 是胡說八道 胡說八道什麼呀 他們說你先動手 你就先動手揍他呗啊 當著致安的面揍 當著致安面揍他怎麼了 得坐牢的呀 對付惡人 不要怕厚何況 厲害了 可以把你好 揍 爹 你 小子 你給我站住 把那天啊 竟敢當著真的面打人 給我抓住 等啊 要幹嘛 我說了 我們雖然是香八老 但城裡也有朋友的 有身份有地位 你要亂抓啊 後果很嚴重呢 是嗎 你這麼牛啊 老子今天就是要抓你 看你能如何 你不聽 那你就抓他 帶走 帶走 等等 黃叔叔 你別抓他們 他們沒錯 你這姑娘是不是傻呀 他們到你家裡來鬧事 你還替他們說話 真的不是他們鬧事 是小棒哥和我們家有婚約在先 我父母毀婚了 還讓錢加在上門擠壓他們 你給我住口 管回家你才進去 你一定會娶你的 兵揚 你等我 我一定會娶你的 好啊 等這麼大 等我走 小子 你在牢裡疼死的 這種垃圾啊 槍斃了才好呢 爸 你看你這事整的 你沒事吹什麼牛啊 你那厲害的朋友呢 不要急 我已經打過這兒屋了 你別在弄什麼吧 一直在弄什麼啊 永遠都到不了 你是不相信老子的水那种 不是吧 这是在城里不是乡下的 你要喝一点酒 那你整片办公地都是你的 哎 连你都知道我再来吹酒 看来吹得有点假的 你的朋友呢 不是踢车挺厉害吧 过来吓死他 你朋友呢 哈哈 听说挺厉害的 还不能吓唬我呀 哎呀我掐着一钻子 应该在路上吧 您急嘛 好 我不急 老子有的事直接听你玩 老子就看你的帽子 这么妖怪的 我还算不雷 你还添加一点同位为奸的关系 是吧 这他打电话让你来 你来着问青龙造白就抓人 这已经跟我很有关系了 因为 我的眼里容不能抓人 是啊 你继续装 你等你装够了 你看老子怎么收拾 哈哈哈哈 哎 干什么呢 来接个朋友 接跑哟 谁啊 林展南 我认识 再说你谁啊 有什么资格来这里接人 你们即可跟我说话 让你们负责人出来 把你自己滚蛋啊 装逼装到这来的 西比游先生抓了你 你 什么呀 你差点满就喝了 那瞎过来了 啊 不着眼了 来人呐 打人呐 虚心自身啊 谁啊 你敢打我 打你 你敢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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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打你如何 放肆 警告殴打和威胁智人员 来人呐 打人呐 用暴徒实验之事了 谁啊 这是什么要活 再等三分钟 你的朋友要是再不来 你敢打我 我可叫你去打餐了 别急 我也在等 好 这句说 我爸 你这演技也太自然了吧 我都快搞不清楚 你说的暴力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假的话态度就不要那么独定 等下脸会当作我的不好 就想 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都不嫌到你脑子了 这根本就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啊 要是相信能解决问题 我给你一万个相信好不好 只要你相信 他就是真的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信德有 是吧 嘿嘿嘿 希望你们两个继续演 演 队长 有人闹事 什么事 有人 有人把我们的人给打了 岂有此理 你敢来治安所 这是吃了熊心抱子咋的 谁啊 这谁不咬活 王大英 你要抓我 这周长官 那我说不敢 周长官大家帮我并回命是 这很知道 周长官一何回复 把秦斩拿副子放了 然后 他在这混蛋 好好好 你爸 这人不在 咱们俩爸逃出去吧 这人家肯定收拾得我们很惨 你怕吗 你儿子我天不怕地不怕 我怕什么 但是你自己说的 你不是说观众吗 没事 你老子我是真有些东西 我帮你担救我们吧 我是真替你着急啊 你还在吹牛 你今天没喝酒啊 我求求你你饶了我吧 大哥 我求求你你饶了我吧 大哥 大哥 我求求你你饶了我吧 张哥你这恶名情啊 对我干什么呀 别别别 别喊找怪 我可耽不起 你才是找怪 我有眼不动 我冒犯你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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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这怎么回事 他也不知道 他可能是个眼神 大哥 你赶紧出去吧 是我冒犯的名 我给你费罪 特别 我去干什么呀 你好不容易把我抓进来的 你卧板就这么出事 那岂不是不顺了 爸 赶走吧 要不然他都不是搬过去了 就走不了了 大哥 你赶紧出去吧 你赶紧出去 你赶紧出去 我可以死定了 现在就要怕了 怕我了 是我有眼不住 我冒犯了你 我对不起 儿子 走吧 该路 好了 感谢兄弟前来解围 这个狗东西 无缘无故的抓你 该怎么处置 如果一条狗随便乱咬人 那就罚了她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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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一定敢 去 哎 我这样的人 人有多弱 你才多狠 你也成了 你都松了 一点都不值得可怜 长官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一定重新做人 啊 这东西 别再跟我独立前言 行了 剩下的事你们自己解决吧 我给我儿子去找媳妇了 哈哈哈哈 是 有两把刷子 嘿嘿嘿嘿 我有两把什么刷子 我那朋友好扭叉啊 哎呀还行吧 我们一起当过兵 他只能灌出了凌叉 我退伍回家种地罢了 你说你 你从小让我好好读书 还练舞 你家友都出人投地了 还在这种地 哎呀所以老子不行 你才得多努力 哎爸 你为啥不能让我做个富二代呢 我也想过上 被一群美女围着转的奢靡生活呀 臭小子 你又敢对不起兵雄 老子用你命 爸我就开个玩笑 你当真干什么呀 兵兵妹妹很好 我一定会好当她老公的 我会把握好她的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储家不同意怎么办呢 但是储家不同意怎么办呢 嘿嘿嘿 放心吧 他们会同意的 为什么 我会帮你呀 哦 对哦 嘿嘿 如果要是把你刚才那些朋友喊过来 那他们储家是不是就不敢笑瞧我们 哎呀 我那个朋友啊 是有点能量 但是提心这种事 也不能来硬的 那走吧 不要慌 我自会帮你 我只管去储家 有人会帮你摆平 谁挡你 也可以完蛋 真的啊 老子的话你还不信了 好吧 鉴于刚才的事 我信你 嘿嘿 去吧 白儿媳妇给我娶到手 早点让老子抱孙子 王叔叔最好把那香巴老官一辈子 永远都别再出来 姐 是我们对不住别人在心 为什么要她要承担护果呢 你懂个屁 真是白长好看这张脸 一点追求都没有 居然愿意嫁给一个香巴老 就是 你可是江城的美少女冠军 你姐只是亚军 都嫁了多军家的公子 你至少也要嫁入北东豪门这行吧 对 冰阳你以后啊 必须嫁入北东豪门 不行 冰阳是我老婆 谁也别想抢 不行 冰阳是我老婆 谁也别想抢 香巴老 你怎么出来了呀 没什么 只是有点小辈子 哼 还真是只赖皮狗呢 你别给自己脸的贴金了 不要你了 我叫冰瑶妹妹 做你的白日梦吧 冰瑶啊 永远都不可能嫁给你 香巴老 赶紧滚 狗则动用各种势力灭了你 我爸说了 谁要再挡我 谁就完蛋 这是要完蛋的街头 还敢说完蛋 啊 刚才进学爱教学爱的不够什么 天 再给他来个狠的 让他进去直接枪毙的那种 看他还敢出来蹦的 就是 钱叔叔 赶紧找人把他给毙了 省了他打扰我跟钱少的好事 怕这样一闹啊 我们的喜宴都举办不成了 老婆 既然他要捉死 我就再逗逗能量 小子 在最后问你一句 你自己管不管 暴发祸 别威胁我 我信我爸 告诉你 你要是再敢惹我 下场肯定很惨 老今天就给他一个赶尽杀绝 让你看看 你的电话出去 让你看看后果 什么后果呀 我来看看 什么后果 我来看看 你谁啊 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就是来办点事 办什么事 靠你的家 灭你的门 说什么 靠我的家 灭我的门 你疯了吧 这样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是江城黄金大王钱德行是吧 你既是老子之名 天不逊 开金光养把手 开冬场放高地 所以就说 你是无恶不动 你知不知道 当今社会能干这事的 那就叫实力 今天 原来可以归你这实力 就凭你去招老头子 那我不行是吧 那我今天给你看看 来来 啊 前世父子给我抓了 这什么大老 怎么 你干什么 前世父子犯的是刑事大 什么 他们一起今天吗 但是今天这事你不能找吗 他以为是找了个演员 却能吓唬到我吗 大胆 神龙精卫的事 竟敢于男儿如是说 大胆 神龙精卫的事 竟敢于男儿如是说 竟敢于男儿如是说 大胆 大胆 能王 神龙精卫 神龙精卫 你是男人啊 什么 我餐的主 是这样 但是白产不够啊 对不起 我又要无止我 大胆 我求助了你 我嫌你赔罪 赔罪就免了 赔罚了 受审就行 带走 你 哎呀 那我饶意了 大胆 我愿意我全部加强的绝对 你大胆 饶命吗 不知人王家长 多有道路 多有道路 真没想到我 楚老头的一世英雄磊落 听出你这么不争气的后人 挖劫豪强 毁约退婚 你信不信我把你也抓 男王手架不急 楚老头 搞什么呀 老子当证人的这床婚事 让你给搞黄了 老子的面子王哪哥呀 这个老夫教子无方 这状态是老夫必定粗声 要不是我正好在江城知道这个事 这么好的一个小伙 就被你们给欺负了 那还了得 哎 别怕 你这个逆子 给我下药 还敢触怒南方大人 你这条小命不想要了吧 谁反对 我就把他下到南方地牢去 这门亲事同不同意 同意 这门亲事同不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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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呢 同意同意 两个闺女是吧 小伙子 那你定的是哪一个呀 病友 我要病友妹妹 那好 就你们了 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如果再出什么幺蛾子 就把你们夫妻 下身牢大狱 勇士不得翻身 是是是小伙子 你媳妇可挺漂亮 千万不要负了她啊 男王放心 我会把病友妹妹 当心肝一样疼爱的 好 男帮大人我送你好 嘿嘿嘿 好尴尬 这么讨厌 以后还得喊我妹 还有你们 以后还得喊我女婿 别得可以 知道让你滚蛋 什么 你要让我滚蛋 等我喊男王回来说 男王 男王 哎 我怕的你的行不行 哎呀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小子 你媳妇的事情搞定了 爸也该回乡下去了 爸 你干嘛回去啊 你城里不是有朋友吗 你让他们给你安排个工作 不是挺好的吗 你妈的坟 还得有人看他 他一个人留在乡下 那得多孤单了 爸 你对我妈真好 爸 我对不起你妈 他十月怀态的时候 我没能陪在他身边 生你的时候 也是他自己用剪刀剪断的期待 以至于病重 我也没能在他身边 来不及救 老婆 你他也知道 我没看过 还有什么呢 对不起 我说你我说是伯定的人 你这有什么呢 你不是怎么回来啊 喔 我说是 我说是你与我说是你与你这个对了 你都要去哪一家 我说现在你看 百万桥是唯一 国家唯一 好 你守国为重 杀 为国大姐 打败联军 大帝命龙皇 驻回帝宫 封王受决 谢大帝后爱 保家卫国 战将本分 战事结束 我还有事 先行告辞 龙华大人 龙华大人 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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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對你不利 他能保護你第三個 你所有的事情他都能幫你解決 真的假的這麼厲害 當然是真的 不過不能輕易打電話給他 尤其是最好我一個為什麼 好好混 別給老子丟臉 哈哈哈 你又來我們家幹什麼 這裡是我家 你說我過來幹什麼 你想得到親妹的 你和冰陽還沒結婚呢 你們家有這麼多空房間 讓我住一下怎麼了 真小氣 就不給你住怎麼了 媽 你就讓小王哥住一下 不行 就算我們家房子爛了也不給他租 不行 就算我房子爛了也不給他住 算了 我自己去外面租 那我給你一塊小廚房 你見不見了他一個相班老年這麼鬥天 媽 我不許你這麼說他 他以後一定會有書籍的 啊 有出息 沒文化沒背景 他要能出息啊 除非他武就快下宿了 願不大人 過期少年窮 哈哈 那你倒是出息給我看看呢 如果要能出息 我跪著地上給你刻想頭 好 這個說 算了 那我們先去租房子吧 啊 沒有 添冤 你看我看你們這邊有房子出租被跑 行好嘞好嘞 那我馬上過來 又冰堯 你怎麼在這呀 他是誰 關你什麼事 不會是你男朋友吧 就是 怎麼了 我的天冰堯你崩了吧 吵了以根這種土豹的做男朋友 我的天冰咬你疯了吧 吵了一个这种土豹的做男朋友 什么时候这么重口味啊 喂到了吗 到了这楼站呢 好的 先生 请问是你要租房吗 是的 什么 租房 你竟然穷到连房子能买不起 还要租房住 像我一样租房住 那我这种住别墅的人 该情何以堪呢 冰瑶 你是他羞辱我吧 我这种高不算追你无聊 反而要跟这种熊屌私仔 真是镇碎三观呢 在说谁穷 我说你怎么了 好吧 那我就打个电话 让你看看老子的实力 实力 一个连房子都买不起的人 还有实力搬砖的实力吗 我就讨厌你这种狗眼看人的 怎么的吧 老子今天非得好好打你呢 不是打我脸 哈哈哈 他说他要打我脸 这个熊鸟师就是会装逼的 慧哥 不是不是吧 像这样的熊鸟师 就会在里面面前装逼啊 我们别狂 等会你们知道 喂 叔叔我是秦帆 喂 叔叔我是秦帆 小凡啊 什么事儿 这里有个人一直说我穷 羞辱我 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呢 什么 居然说你穷 是谁下了他的公眼 您觉得我该怎么办 有两个办法 一 你需要多少钱 我拿钱砸死他 第二 不管他多有钱 在江城 我随时让他倾家荡产 行 那有两个办法一起用 把地址发给我 我立刻派人把钱给你送过去 看看到底是谁 如此不知道天高地厚 好 我把地址发给你 我叔叔说了 马上派人送钱来 让你看看他的实力 呦呦呦 真会装逼 一个穷的要租房住的人 竟然还要让我看你实力 慧哥 你怎么这么被羞辱了呀 因为我帮你 做什么咋 哎别别别 我们可是有钱人 还有素质 他这种穷人 已经很可怜了 你再打他 多残忍 让他羞愧至死不好吧 哈哈 梁辉 你别太过分了 不会过分 他今天要不拿钱砸死 我就让他跪地哀嚎 梁辉 你别太过分了 不会过分 今天他要不拿钱砸死 我就让他跪地哀嚎 真的吗 我好怕 怕了 怕了就让储兵老陪我睡 我可以饶你 想帮我们走避着这种疯 想走 今天他要不拿钱砸死我 这是没完 请问哪位是小凡总 我是还小凡总 真是笑死老子了 不是要拿钱砸我吗啊 怎么来了这两个人 还都是空手来的呀 对啊 钱呢 钱什么钱 要带钱呢吗 没带钱 笑死老子了 连找来的演员都不配合你啊 这小装逼装成土先生了 该找个地方钻进去了吧 小子 拿钱砸我的呢 快震惊我一下 赶紧的快拿钱砸死我 真是瞎了你的狗眼 像你这样的穷屌丝相抱 跟我归哥这样的富二代 比谁钱多 够了梁辉 你有钱了不起啊 不许欺负小帆哥 冰友 你现在必须得做我女朋友 我才会放过 否则 我会让他死得很难看 就凭你 一个花五十块钱请来的群众演员 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 给老子捆 唉 别人是坑爹 我是爹坑儿子呀 你没钱 没钱你跑来干什么 别累我被羞辱 小帆总我是没带钱 可是我带了卡 行吗 卡 嗯 这张卡 是环球银行 限量版超级黑金卡 这张卡 是环球银行 限量版超级黑金卡 超级黑金卡 超级黑金卡 是什么 这张卡全球只有一百位富豪拥有 而且资产必须过万亿 这张卡 拥有在任意一家银行 提现十亿的权限 吹 他们使劲给老子吹 那种卡 老子都没见过 你竟然说你有 当活多多一个富二代 你对合要把我当事长的 这个牛吹的确实越来过分了 我脸上都挂不住啊 太失败了 小子 还不赶快给我跪下瘦死 瘦什么瘦 你了解过这张卡的真假了吗 我不用了解 我只知道 你是一个只会吹牛皮的傻屁 行 就让你的狗眼见见事 来来来 让我见你 这位 是环球银行的客服 这张卡的真假 我们就让他验证一下 环球银行的客服 你以为你是谁啊 随时会有客服跟在你身边啊 这是我的证件 我去 还真是 没有可能 是伪造的证件 我怎么能确定它是不是真的 上面有公开的银行电话 可以查询到我的姓名和公号 我现在在手机上操作流程 进入环球银行系统 查询这张卡的余额 老子看你一眼 看你一眼到什么时候 江城除了校红交集 谁也不会有环球银行的超级黑金卡 请告诉我上传卡号的余额信息 你好 你所传卡号余额为13800亿元整 什么 一万三千八百亿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你当这是民币啊 对 一定是他们玩了什么把戏 好 我就再跟你玩个玩戏 小凡总说想让你倾家荡产 现在报出你父亲的来历 我送你全家上街乞讨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爹梁德利做房地产的你是谁 行 你等着 我都要看看我们这戏会怎么回 我的直觉告诉我 会跪着求你 你算什么东西老子会求你 当你表演完了靠老子怎么收拾你 可以了很快你家就得上街乞讨了 行啊我等着 喂爸 你个王八蛋干什么不好要去折罪阎王 银行上民吹赛 合作方拉黑梁家玩了 梁王 谁是阎王 他的名字叫秦凡 你有招惹过这样一个人吗 秦凡 你是秦凡 怎么 你要打我 大哥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乖哥 你你你是什么 混蛋 快给叫把大哥跪下 你慢慢跪吧 老子要去租房子呢 什么 您还要租房子 来 这张卡您拿着去买栋别墅吧 不不不不我爸说了如果非必须不能让人陷在受冤会 这都是要拿命还的 大哥 求求你放过我梁江吗大哥 你一个富二代 求我这个乡把老舅 喂 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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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乡把老舅我这一次吧我真的知道错了啥子 非要比我动 啊 好吧谢谢 下班哥 你好牛啊 你怎么不认识夏侯家的人 如果不要说出一个原因的话 那可能就是我太优秀 你何止是优秀 你 简直是太优秀了 放心吧 不要 做我老婆 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我相信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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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吗 人事间所有的美好都在这呢 我们来说 只有结婚了才可 可是我觉得 这种两个人在一起 却不能做点什么的感觉好难受啊 反正 反正 只是恋爱 只能亲 好吧 糟了 怎么了 今天是外公八十大寿 我答应给他过生日的 那你赶紧去 你得跟我一块去 为什么 你现在是我未婚夫 我们就是一家人 外公的八十大寿 你必须得去 那岂不是还得买礼物 那肯定啊 好吧 我去买个生日蛋糕 就 只是生日蛋糕 那不然呢 我看别人过大寿都是 十万几十万的送 优秀的人从不跟别人比 好吧 如果备份厚礼到一家家 小凡哥咱们走吧 嗯好 冰瑶你真不怪我送个蛋糕 太寒碜了吗 小凡哥你自己都租房住了 这个蛋糕已经很好了 不要跟别人比 冰瑶你真懂事 走吧 冰瑶呢 他不来给爷爷租寿吗 爷爷办事大寿 他不来给爷爷租寿吗 冰瑶呢 他不来给爷爷租寿吗 爷爷办事大寿 他不来给爷爷租寿吗 他喜欢上了一个乡班老 跟没见过男人一样的 又会去 对吧 冰瑶既然喜欢上了一个乡班老 姑姑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倩倩别提了 姑姑这位子都没这么丢人过 那爷爷八十大寿 他不带他男朋友来给爷爷爷租寿吗 别让他带来 把我们叶家的脸都丢光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神人 竟然让冰瑶喜欢 这冰瑶呀 可是咱们当成的美少女冠军呢 倩倩 你别说了 你这一提 姑姑心里啊 跟挨刀子样子 外公我们来了 你来 就算了 还把这个香巴佬带来干什么 嫌你们储家丢人不够 还来祸害我们叶家吗 外公 你怎么这么说呢 小王哥再怎么样 他也是我们储家的女婿 外公 生日快乐 不会吧 这爷爷八十大寿 你就送个蛋糕呀 过生日不送蛋糕 那送什么 我送了块价值百万的费气 好牛啊 拿着你的蛋糕自己滚 叶家 不欢迎你 叶老爷子在吗 有一份厚礼送到 叶老爷子在家吗 有一份厚礼送到 有一份厚礼送到 叶老爷子在家吗 有一份厚礼送到 一根价值五百万的明朝古董烟斗 一个价值三百万的清朝宫廷边湖 以及一栋价值千万的云顶峰县板别墅 究竟是什么样的贵客 送老夫如此厚礼 看见了吗香巴佬 人家这才叫做送礼 你送个蛋糕 你问你吃什么 为什么这么做 慧可 他就是一个没有自立之名的香巴佬 你别打你 小潘总他们这么对你这里 咱们送他们刚才在赶我走 我觉得名字要是 你的意思是这里是你送的 不是我难道是谁啊 哈哈 你的意思是 你能送的几家就两千万的大礼 你叫你的意思是 他请了个演员故意来演戏 要不然呢 叶老生日开门哎 少总你来啦 你快请 东野 你又在啊 东野 你也在啊 赵德祝 很威风啊 不敢不敢 在东野面前 就是楼椅 楼椅而已 赵州 你这个 您不认识 这可是夏虎首富家的总管 当年地下世界的总大楼椅 什么 他是夏虎首富家的 楼椅 难道楼椅不是来给你 不受的吗 朋友托我送一份厚礼 他们觉得我是演员根本送不起 而我果 吃老酒也下得对服也还往中也 小白总您觉得我该原谅小白帮我说说话呀 说说话 你们一家人怎么羞辱的我心里没数 还想我帮你们说话 他就给你们乐了小白生气 小白哥算了 今天毕竟还是不能收 算了吧 就原谅他这次 我们走小白别走 你收的礼物我把你都收 都收 幸运你收 现在还收我不送了 冰鸣我们走 住住别住别住 叫你们叫你们 爷爷 啊爷爷 player 这一家 哎等一下 美娇老少 你要告诉人家出气 Ya 什么事啊 男孩,你帮我废了一群人 废人椅子、「完?」出来一群的 這誰惹到我們家寶貝的呢 一個香巴老 香巴老 一個香巴老一個惹我的寶貝 你把消息發給我 馬上跟著 彭彭 那我先做吧 彭彭晚上你真不陪我嗎 不行 我都說了只有結婚了才可以 我沒說做什麼 就是抱著睡嗎 但是我不回家我媽會打我的 好嗎 那我就只能一人守著寂寞的夜咯 那我就只能一人守著寂寞的夜咯 不會 願不有很多人陪你 彭彭 那我就先做吧 彭彭晚上你真不陪我嗎 不行 我不說了只有結婚了才可以 我沒說做什麼 就是抱著睡嗎 但是我不回家我媽會打我的 好嗎 那我就只能一人守著寂寞的夜咯 不會 願不有很多人陪你 爺 那你就是正點啊 怎麼抱歉 你玩一下子嗎 廢話嗎 這麼正年紀你不想玩 那我們給你安靜 走 給你個機會 趕緊給我滾 舅子說什麼呢 你給我們機會 你知道那知道老子是誰嗎 老子不管你是誰都什麼樣 夠狂 你再送你一程 我天啊 他死了 誰啊 老 廢物 小大知道老是誰的人嗎 好吧 既然你這麼愛 那我就讓你裝 你說我惹的是什麼人 老子黑龍哥的人 黑龍 黑龍龍是個什麼東西 真是不知死活啊 這不是我龍哥你 啊 啊呀 啊 啊 這說怎麼了 小方哥 我們走吧 黑龍真的不能有 怎麼不能有 他是下家大少 背後有人 覺得他的人 經著殘罪重者消失 就連小孩聽到他弄人 都不敢 這麼狠 小子 知道自己開上事了 趕緊睡下 給我喝醋求饒 再讓人妞兒陪我睡 老子找你不死 這些年我打過不少人 他從沒殘味 就今天就從你開始 啊 阿正這麼說 龍哥 我不敢騙你 他說就要滅你全家了 老子要不是叫他睡師 萬代老子就不叫黑龍 飽了什麼 大家一起玩 實際上 告你 嘿嘿 丁龍 你怎麼來了 你找他 我妹 你找他幹什麼呀 你別管那麼多 給他喊出來 否則 你想要給你出家 姐 路抓著 你們要幹什麼 放開我 哎放開我妹 你要對他幹什麼呀 別說什麼妹 就算是你媽姐娘都沒有 那個相關老了 他電話給他 讓他來處家 我不打 不打 打嗎 我不打 不打 你不打電話給他 老子就打你 老子倒是要看看 是不是你能躺 還是老子能躺 你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會給他打電話的 好 那今天就先混 哎哎 丁龍等一下 你少管一件事 我們連你一塊兒是不是 我有辦法把那個相關老叫過來 你能把他喊過來 能能起來 那幹什麼 你別打 你這樣會害死小房哥的心 哥呢 你自己都這樣了還擔心別人 你是想毀臉還是想毀聲啊 怎麼沒有啊 趕緊打 你這要去打 姐 你自己都這樣了還擔心別人 你是想毀臉還是想毀聲啊 幫幫我把我打 你真的要去打 姐 你自己都這樣了還擔心別人 不設大 給我 住 Сов正 如果進去 isso 在這幹什麼 頭在陪你一生 你們這是幹什麼 放給我送這 然後慢慢的對他 發皮 抽筋好吧 好啊定龍 你們要狠狠的叫起來 你們是誰放給我送這 不請 住我 豈有此理 光天幻之下 民防行修有沒有王法 呵呵 但老子要是告訴你 老子就是王法呢 這就喊人來看看你這王法 好 爺爺 我給過你機會 是你媽媽非要多死啊 你別碰我爺爺 這兒沒有你說話的份兒嗎 老頭 今天我再給你 現在起來跪下跟我認錯 饒你不死 老頭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現在起來跪下來求我 我就考慮饒你一命 十八參經 二十幾殺 三十 威震 我非老夫戰場互相留下隱基 又豈會被兒等小人所欺 搞什麼猜呀 還要猜牛逼呢 定龍 你別大爺爺了 他以前是真厲害的 你起來 你才有什麼用 天使王天主義力 你等他把紙上骨頭了 想問了 來又來了啊 我再給他打電話聽 打 不用打 來了 小大哥 趕緊跑他會殺了你 哎呀我說 放開他 這兒 我給你研究了一個奇怪的事 我呢 讓你看見你的女兒被集體 你讓我來死 然後再給他把殺了你 去懸崖漠漠漠給我跪下 自己回家後 什麼 你說什麼你讓我 該不會 沒聽錯 爸真是想死了 動他 再給你一次 我 跳 你個背子怎麼那麼不急打呀 啊 你能不能讓老子過去 跟你鬥槍 啊 怎麼鬥上了呢 兄弟來 你自然知道厲害 哈哈 你跟香辣老還要去 把那女兒給我扒了 讓他吵一吵男人最大的凶手 去 媽媽你敢 你怎麼看老子敢不敢 爸 你怎麼能讓我準備好嗎 啊 你以為你是誰 老子要給你面子 你又再也別找我了 老子根本就不欣賞你 連點救生都沒有 就玩你 看我 看起來 老子安住 我看我 老子 媽媽 我看他 沒有 沒有 放開我 救命 放開我 半死了 老子安住 放開我 老子安住 放開我 放開我 你自己說吧打了我小凡兄弟 這誰在幹什麼 什麼是誰呀 你們帶錢人兩戶錢是吧 來個是我小凡兄弟 他們自己人打了你 其實是打了我 再來晚點老子命都沒了 沒關係 都會打他們鑽賬 你自己說吧打了我小凡兄弟 你該怎麼辦 啊 你別那麼不走連電話收拾了好 那我就跟你同客去了 好 注意 無防 小凡兄弟你說吧 這個傢伙怎麼收拾變成植物人 哎 小凡兄弟 告訴你嗎 我可是下屎下層大少爺 紅黑的那都有人 你別死我 下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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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屎下屎對 我爸就是江湖地下屎 下屎 下屎 那你知道我是誰嗎 地下屎是誰呀 我很平凡江湖人稱師爺 初號殺豬家 下屎地下屎 下屎 下屎 老是誰 老是誰 一齊 沒有算是 你真老ands 聽說是誰呀 對不起 是我 永遠無足交 Theatre你 別讓我吧 給你貴國的機關了 講師爹的小民喲 這筆名指ordnung 我彼 Are the king 可是北京山口 嚇殺動牲 你 blok なん Pro 這一 spons 全部帶走 小黃兄弟你的傷勢沒事吧 沒事我會打醫術 行那我就先走了 有什麼事隨時錄我電話 他到底是什麼人 為什麼認識夏侯手 還認識龍師爺這種人 他是深藏不露的幕後大王 你先撤了好 真的沒事了 你們真的沒事了 我朋友已經把事情擺平好了 我說過 我會保護好你的 你真好本來應該是我的 不行 我得想辦法搶回來 怎麼樣啊 大少 被重數發作傷 精埋全廢神經數孫 此生 全廢 你號稱神醫能從嚴王手裡搶人 難道你也沒辦法嗎 有天下 有一種醫術可以救回大少 老夫 回啊 什麼醫術 天下 歸元術 天下 歸元術 天下歸元術 誰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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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 好 天下 天下 管 什麼誰有此理一切盲夫 竟敢如此許我下家 毋滅他有主 往我在北京撐亡了 給我吊十萬北京軍 北戰機 北京城 老老病啊 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明天早上我要去看一個店面 你看店面幹嘛 我在鄉下跟我爸學了點醫術 準備開個醫館 那總比給別人打工搶的 那你往開業了告訴我 我去給你吃他了 好 拜拜 嗯 你來幹什麼 嗯 你來幹什麼 我有事想跟你說 什麼事 我們進屋說吧 說嗎什麼事 其實 其實我挺喜歡你的 是嗎 你今天喜歡一個香巴老 哎之前都是誤會嗎 我那時候對你又不太了解 經過這些日子 我覺得你才是真男人 謝謝 我不用你去 畢竟又不是冰瑤 我並不再跟你的笑 你跟冰瑤在一起不會幸福的 是嗎 為什麼 冰瑤 他比較聽話 所以爸媽讓他結婚之後才能跟男人睡 所以不結婚 他就不會把自己結婚 那我可以 我願意 只要我喜歡他什麼時候給我都行 相反我厭惡的人 就算主動給我我也不稀罕懂了嗎 我知道你還在生我的氣 但我們才是只付為婚的一對啊 這是天意 我之前一直以為你是一個很高的女人 你想吧 不要臉到這種場 這是看見我的實力了 現在就跟我講緣分啊 小兄弟 我這個門面開起來 那生意肯定紅火 我這是藥鋪 我不希望生意紅火 小兄弟真是個好人哪 像你這種背後有貴人 還這麼低調的年輕人 真是不作見 小藩哥 你真的會看病嗎 那當然 要不然我開著幹什麼 嗯 小兄弟真是個好人哪 哎 什麼好我馬上過來 怎麼了發股腦衣血 醫生都說救不了了恐怖酒於人事 小胖哥我們趕緊去看看吧好 門面定了你把合同準備好呢 行 爸你不要笑我呀 爸 爺爺爺爺爺說過要跟我一起去遊的 爺爺不玩笑你快醒醒 別哭了準備後事吧 重度腦衣血全球也沒有治好 等等 等等 你一個相伴老來幹什麼看在冰陽的份上 我不計錢賤可以為老頭整治一下 哪裡來的蠢貨這可是重度腦衣血 你能治我要是能治好呢 你說怎麼辦你能治我吃大份 好這大份你還是自己去找吧 你也陪碰爺爺爺爺都要走了 你還來召見爺爺 醫生來了 醫生我求求你救救我爸 好說好說滾開 趕緊讓醫生來醫治爺爺爺爺的病 只有我能治 小子你知道老夫是誰嗎 竟然敢在老夫面前如此放肆 你是誰都一樣 我說你治不了你就治不了 我要是治得了呢 如果你能治得了你說怎麼辦都可以 可以 我要是治得了你給我學狗叫 爬出去 如果你要是治不了 我也一樣 行你治吧 醫生 我爸怎麼樣了 我能治好老爺的病 但是這需要消耗我大量的薪水 愁勞嗎 一百萬 你看你媽 只要你能救活我爸 一百萬就一百萬 好爽快 那我就 開始治病了 醫 可以了 夫人得復仇了 好好好 我馬上轉給你 等等 你又想幹什麼 不想他騙了你的錢 你想我胡說什麼 我們倆打賭了 你輸了 我學狗叫 爬出去 身為醫者 但傳胡即是 如今卻用這種手段來騙人 我今天就要戳穿你的把戲 我講一個將死的人救活了 你戳穿我什麼 就是這個香巴老 可真不是一般惡性 趕緊把他趕出去 病友 這次我可是一定要阻止 你們倆在一起了 你說還想跟他在一起 你就滾出楚家 我們楚家可不會接受 這種黑群芝麻的 小凡哥 你明明是已經救活外公了 那什麼還要誣陷他 明天有三大雲異議 分別是虎口人中心臟 無論是昏厥還是僵死 只要可以這三個地方 就能回光反正 片刻素子 他就是用這種辦法 讓葉老頭受自己醒來 並非救醒 不出三分鐘 葉老頭就會吐血暈厥 而他 拿著你們的錢跑路了 真的嗎 你噱口陪人 你們還不把這 害群芝麻給我趕出去啊 你急什麼 我們可以等三分鐘再看看 老夫還有重要的事 哪有時間陪你玩 不然老爺子已經救活了 老夫還有重要的事先行告辭了 老爺子已經救活了 老夫還有重要的事先行告辭了 天堡 等三分鐘在那 你讓這小子給他耍橫 是要得罪我嗎 香煩惱快放開 得罪那醫生 你才能得起後果嗎 他就是嫉妒 好 我放開 到時候你們不要怪我就行 呸 嚇我了 哎對了 你不是說我輸了 要我學狗叫爬出去的嗎 對 我還光這茬了 趕緊 給我學狗叫 爬出去 來吧 我可以兌現 老夫 就想聽你學狗叫 我可以先學爬再狗叫嗎 可以啊 一 二 趕緊的 三 哈哈 大哥 大哥 爹 你們 小班老 你騙什麼 怎麼 出事了就想跑啊 讓我走 我把錢分一半給你 什麼 讓你走把錢分一半給我 什麼 讓你走把錢分一半給我 你這個騙子 你這什麼 你這什麼 連人抖 你這個好爺爺 你還好爺爺 你罵得 可別重視到一拳 我進不了 快點快點 等下到你 走 哎對了兄弟 你說你能治他病是真的嗎 我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個騙子 你要能看出我是騙子 但只是高人 兄弟 你能治他的病 趕緊幫忙治他的病 然後 要跟我做樣的 我本來是想幫忙的 但葉佳人讓我鼓 我就不湊這個熱鬧了 你們慢慢自己聊去吧 我先走了 哎呀好女婿 既然你能治 你就幫個忙治一下吧 就是啊妹夫 我還跟著冰瑤喊外公呢 冰瑤他是你老公 你快過來求他一下呀 小凡哥能治就治一下吧 我不怕人對我狠 就怕人對我好拒絕不了啊 但我也不是一個隨便就說窩囊氣的人 讓你媽和葉家人都過來 我找臉道歉再說 江八老 你別太過分了 還喊江八老呢 倩倩 你不管你爺人死活了嗎 還不跟你道歉 張臉 倩倩 你不管你爺人死活了嗎 還不跟你道歉 張臉 對不起 我錯了 妹夫趕緊給爺爺看病吧 看在冰瑤和人命關天的份上 就原諒你們這 小子你還真裝上了 中毒腦衣血 只有天下歸元素可知 你為你誰 老夫只是怕出人面 讓你接水果 你還真飄起來了 等著你做了活吧 小凡哥真的腦中了 你幹什麼爺爺老玉雪 你不知道嗎 還拍打他 沒想到 他也是個傭儀啊 別吵 給我拿碗熱水拿碗冷水來 去啊 還讓你爺爺活嗎 呵呵 裝強作勢 天下歸元素 天下歸元素 沒想到了 奴生之年 竟然能見到這種神奇藝術 你的意思是 他真能救護人員 廢話 天下歸元素 一出一萬物 生者可驗年 白病都可出 你說能進嗎 爸 你醒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裡怎麼這麼多人 醫師說你得了重度腦衣血 沒得救了 是小凡救了你啊 是他救了我爸 是小凡救了你 我曾經那麼羞恨 他救了老夫的命老夫 才對 哎 謝爺小兄弟救命真 快起來 哪裡是什麼小兄弟啊 他是你萬生女婿 對對對 我才記不起了 他是和賓謠是一對 賓謠啊 你命真好 保了這麼好一個男人 好了 老爺子的病也無大愛 吃點熟悉火落的藥就行了 剛才跟我打鼓的兩個傢伙 一個吃大笨的 一個學狗叫爬出去的 該兌現了 老夫 越擺高人餵食 向高人學習 老夫 越擺高人餵食 向高人學習 這無德之人也賠學藝 趕緊給我學狗叫爬出去 就是就是 趕緊給我滾出去 好好 我爬 我叫 哎 啊 這個吃大粪的 吃啊 大粪 得去廁所裡炒 哎 哎 我敬小凡一杯 敬冰瑤 給我找了一個 這麼好的外申女婿 我們一起啊 敬小凡一個 想不到小凡 有這麼厲害的本事 小凡哥 你真棒 我一定會找個比你好的男人 啊 小子 今日 有勞夫受辱 勞夫 別想酸精精到死 啊 喂 什麼 你找到了那個會天下桂園書的人 好好好 你只要幫我找到此人 都送你一千萬 兒子 你又救了 大師好 你來幹什麼 我來給你送一場富貴 你覺得我是缺富貴的人嗎 我認識一個豪門亂俗 他家公子意外受傷 現在職貴的人狀態 現在職貴的人狀態 如果大師能一步救治 那日後便 一步千雲 如果是別人來 我或許會答 但你來 我沒信心 學醫者 玄虎濟勢 治病救人 你這樣 有備醫德呀 學醫治病救人不講 那也得看救的是什麼人 如果救的是小人 惡人的話 那其 負責為虐 他們都是好人 你說的話就跟放屁一樣 信你滾吧 別以為自己醫術高明就了不起 我可提醒你 有些人你是得罪我其他人 還不可以 他都要我逗你啊 好 你給我等著 什麼 他拒絕了 是的 他還說下這惡貫滿盈 根本就不必擦 出手一指 岂有此理 來人 加油 公子賭謝 把人給我綁來 是 這邊 小子這下你就等著瞧 你把下手治好 老夫就強病把醫術給我交出來 然後 喂病啊 是嗎請我看電影啊 這麼好 好好好我馬上來 哎 傑哥 出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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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子你給我站住 傑哥就是他 怎麼要打我 媽的你想死是吧 怎麼給我傑哥說話呢 傑哥我幫你收拾他 呀 傑哥 傑哥 趕緊動手吧 你看他敢動我順順 傑哥 今天我就饒你一遍 還有下次我親手送你去火葬場 哎兄弟誤會誤會不是來找你麻煩的 是來請你幫忙的 幫忙 你是說醫治下定龍 是的 我既然廢了就不可能治 怎麼下手是他想的嗎 沒錯 現在輪到你了 傑哥救我呀 救我救我 他是龍師爺的人 覺得我能救你嗎 啊 兄弟 我求你再找我一次 我已經找過你一次 沒有第二次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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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定龍作惡多端 連小孩子聽了他的名字都害怕 如今他得承受這個惡故 回去給我警告下家 不要再來煩我 否則 這後果他們承受不起 什麼 他就是打上定龍的小子 是的 夏總 豈有此理 他找到龍師罩上 他就爬到我下場頭上拉死殺掉吧 可是夏總 我們完全不是龍師的對手啊 誰敢想去我下場 大哥 你回來了 大哥你回來了 你敢欺負我夏家 我踏挺他 咽得下這口氣嗎 對 欺負我夏家 就是不把大哥 你放在眼裡 必須得狠狠地叫 龍師 香巴佬 對 就是這兩個人 我先踏挺龍師 來收拾那個香巴佬 必讓他們跪在我 夏家逃中 顫抖 被判官傳令 他踏挺龍師所有堂口 在龍師來見我 是 你 你 報告大哥 有戰部的人闖見打傷咱們兄弟 戰部的人 我們合法經營沒招惱過戰部吧 你說沒招惹就沒招惹啊 你是專業北王徽下 判官 原來是下家 我現在給你兩個選擇 一 是投降於我 二 是死 選擇殺你 殺 貴吧 只有死的欺傷 沒有貴的欺傷 劍 快點 叫我吧 你們還不行 有死的欺傷 沒有貴的欺傷 天 你們還不行 讓我來吧 胡吧 要我殺這事 別廢話 我不急殺你 我得給龍師帶點女婚 哎這屎也厲害啊 坐镇江城十年 无人不服啊 是啊 以后啊 还要多多养战师爷啊 不好了师爷 大不了 据下面消息 七茶堂九妹堂 都多不藏过 也被占卜的人踏平了 对吧 很可能 已经直奔我们总部而来 不是很可能 而是已经来了 不 九妹 警察 你放了他们 只要你割下自己的头颅 我可以放了他们 谁有此理 我们还有点事 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 龙石 你跪了 还是不跪 龙石 你跪 还是不跪 你要是男人 就跟我动手 又拿人来威胁我 你不是我的对手 但我想出这种压制的感觉 师爷 别受到威胁 我先走一步 地上 还有几分血性吗 但终归是狗 我和你拼了 师爷 我老师爷 就这点本性 你是怎么做到冲霸一方的 老子也 是你 带着 你知道我是谁吗 老子是北王麾下九星判官战将 就算是田将冲的高手来 也不够老子两根手指头捏的 办公大人 怎么苦 先带走 我抓到那小站 急病解决 先带走 我抓到那小站 急病解决 小凡哥 今天的电影好看吗 当然了 有你在 什么都好看 我说真的呢 真的呀 尤其是男女主亲近的时候 对了 也可以让我亲你一下吗 亲可以 我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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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又如何 谁呀我认识你吗 你就认识我 看来我不会帮你这个忙 冰啊 没想明白 如此平凡的你凭什么敢于下架作对 你们是下架的人 你猜对了 你猜对了 你带走 你带走 冰龙 你放心 我一定自行你 你报仇血痕 报告北王 人已带到 冰龙 冰龙 你今天 你不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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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自行你 你 你报仇血痕 你不饶 你不饶 那你不饶 底龙 是吧 天 小子 敢惹我下去了 要打就打 要杀就杀 为什么我 你今天 给我自好冰龙 我饶你一命 不可 能 你说什么 說不可能 你居然最有心要動 還以為自己有口 哎呀把你一個菜鳥給我帶上來 師爺 你能放了小帆 你是誰啊 你說媽我就媽 你是不是 老子就要殺人了 小無知 是 報告長官龍師哥小兒去這兒 什麼北王歸來 踏平了龍師所有的堂口 抓走了龍師和小販 什麼是的 北京高手判官和北王一起 趕緊給我安排人 馬上去下架是 丁龍 你被打殺剛被救星了 他怎麼在這兒 他治好了你 就是他讓人打傷的我 是他打傷你的嗎 對 就是他 他我 幫我報仇 好 幫你殺了他 你敢 師爺 老子跟你拼了 哎 你也被關我槍手 你也被關我槍手 言恩無限之人 這個龍椅 我要殺你才跟你講信 算什麼動手 給我殺了他 老婆 給我殺了他 殺他是容易 我得讓他有個痛苦的死法 這是你心愛的女人吧 老是個男人 就偏偽的女人 老子動手 充分男女 只看心情 丁龍 你起來 給女人送給你 我才扯了 最抽地的女人 一定很崇壞 你別過來 啊 你放開我 我幫他 你放開我 你放開我 我住手 我回來了 大膽 什麼人 把槍指著老子 讓農魂都向虎 不說這是暴亂 所以前來制止 爆你娘的狗屁 老子是北王下農村 還沒收起什麼槍 給我滾打 就是這群惡棍 賞屍耶 啊 吵日 你常見人民 你還有何要說 原來你跟這小子是一夥的吧 我們是不是一夥的 草間人命 你該當何對 老子從北王 沒有異功可為罪 你見龍蝦 也配什麼我 快把這皇宗拿下 一幫樓屁啊 也敢大腹小叫 我去 我去你們別動手 我到神這裡 到這個時候 你還在那兒拔牛呢 啊 你小小的一個讚龍團 就說你們男人來了 也得給我棄份麵子 她是我的傻的帥 你們儘管住 小范 小范,不要動啊 好 我偏偏動她 小范 我動她了 你怕我怎麼樣啊 還要把人家住在巿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赶紧跪下受死 可留你全尸 去有此理 盘盘 在 灯狂徒 还不拿下 跟大盘什么 是 玄武战神 玄武战神 原来是帝国是战神之一的玄武战神 吃尽吃尽 你在北京城王交恒拔扈 认不得我引人的政场 玄武战神哪里挂 是您追随龙皇建功立业 旁人不知你庐山真面目 刚才得罪 还能见谅 没什么见谅的 你今日在此为恶 惹了你惹不起的人 自己跪下 赚一手一脚 我丢你活口的 你下家至此沦落 玄武 别太过分 我记你是战神 可我 是一帮诸厚大帝 对我 都有此生客 岂敢动我 否则 你动得了我 你早上跟我动手 我没想跟你动手 但是 你要是管我下家的事 我知道让这世上 再没有玄武 我 我死 你要是管我下家的事 我只好让这世上 再没有人恨我 我死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龙皇回家 你敢杀我 龙皇绝不会老你 你别拿龙皇下 我记得龙皇隐蔽多年 好久没露面了吧 我为了一个人露面 你觉得龙皇不是为了你去出山 别往这些脸上贴心了吧 先边陲 大地 兵天罡 请龙皇出山 龙皇 都没错 龙皇 使命天罡令牌 要奔轮魔鬼去团 你觉得你比大地的面子还大吗 行 龙征 知道我为何会来这里 为何啊 我奉龙皇之命 前来狗狗 你会冻他 我会死的很惨 你说什么 你奉龙皇之命 前来保护这个小巴佬 哈哈哈哈 你是被打傻了吧 龙皇 会管这个小巴佬 说的没错 龙皇 参见龙皇 刚才怎样 我中了这老狗的酒阴寒毒手 伤了武藏 杀了你老狗 不要紧我先给玄武疗伤 我先给玄武疗伤 嗯 天下桂圆树 你是我师父 嗯 这是你新草 嗯 挺饿 小子 喜欢医术吗 喜欢啊 你是 我是一名医师 你若有玄虎记事之心 我可以传你一句 谢谢师父 情商还不错 那我就传你天下桂圆树 那我就传你天下桂圆树 这种学生此处年华此复 怎么样 我这师父还不错 传你医术 帮你出头 那是自然 你是天底下最老的师父 不像我爸 屁门是没有 就是要跟我吹牛 是吗 这样的老子 不要也罢 任我做爸爸算了 臭小子 在背后 那不行 没有天哪有地 没有我爸哪有我 你虽然是大人物 但我爸就愿是我爸 算你小子还有点儿样子 是谁打的你 他吗 对 就这狗狗一直使的人 都杀我 误会 误会呀 龙皇这是个误会 我不知道 它跟您有关系 要是知道 绝不敢动他一根头发呀 是吗 那你知道玄武跟我的关系吗 这 玄武乃我手下战神 对我南征伪战戎马一生 为江山设计立下汉马功劳 封为地宫四大战神 竟然想要杀他灭口 我我没想杀他呀 这是一个误会啊 龙皇冥界 我不在江湖 但江湖都在我的手中 我不够明察吗 非王 我枪了 让我动手 会更痛 龙皇饶命啊 龙皇饶命啊 龙皇饶命 我一定改过之心啊 龙皇 你没听说过我在战场杀敌 从来不给敌人机会 动了我龙皇的人 就是我的敌人 是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来 你不给我活怒 我就跟你拼了 给我杀 如此不堪一起 你有什么资格与我叫板 龙皇 让我玩龙皇 老家为国美 作为作福权势 我若饶你天理不容 下地狱去吧 龙皇等等 他刚才献献要了我的性命 我来杀他好 来吧 你 老 ma geworden 老太可见了 我不想杀過多的人 尤其是你们这种亲戈 下东征已 économique 你们的靠山已打 做不了什么 但是我在这里露面 以及我与小凡的关系 不要生长出去 谁要说出去 我要谁的命 师父 你为什么不让人说我们的关系 如果他们都知道 我是龙皇的徒弟 那以后谁也敢欺负我 如果我要告诉你 全世界最顶级的势力 都想杀我 你就不会想让人知道 我们的关系了 因为只要那些人一旦知道 毕业马就会对你动手 我明白了 你是在保护我 你能明白就好 还有一个男人的成长 要靠自己 不要老指望别人 放心吧师父 我会跟你争气的 行了 我走了 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 师父 你留个电话给我吗 师徒一场 还是要保持联系的 联系就不必了 有缘再见吧 小文哥 你好厉害 你竟然认识我们国家 最伟大的龙皇英雄 说实话 我也很惊喜很意外 龙皇可是我心里的偶像呢 没想到 我早就认识了 还是我师父 哎路上路上 怎么了 我没和那个香蚊老的呢 你修理 乱了 你跟一个香蚊老一样 见识了 哎呀亲爱的你不知道 他一直都对我输成了呢 让我好恶心的 你让他知道 我的男人是合同的女人 好吧 那我就去让他 羞愧世子 好吧 今天心情高兴了 你去吃火锅 果然是香蚊老啊 吃个火锅就觉得很高级了 哎呀亲爱的 你别吵吵人家 真是从香蚊来的 能吃这火锅啊 你真是很欺负的事了 那香蚊 你也是我吗 对我是秦凡 小时候你爸送你到 乡下找我爸治病 你还在我家住八年呢 请问这里是秦善男先生家吗 啊是怎么了 我听说秦先生医术高明 想请秦先生 为我儿子治下病 我连自己老爸都治不了 有什么医术啊 你还是病挺高明的 我在这里中 找我家事 突然得知儿子眼球异病 可能失眠 一直心情如焚 得知秦先生医术高明 所以贸然相知 还请 秦先生仗义相助 你是站位 是 给你儿子治病 但因为是治眼的 我们可能在这住上 没问题 只要秦先生愿意帮忙治病 住多久都可以 爸 你好 感谢秦先生帮忙治病 以后有什么需求 请不到城里找我 好说好说 小凡 我要走了 但是我会记得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嗯 有何同享 有难同当 哦 你是秦凡 对 多年不见 我都差点没认出来你 没想到你也进场了呀 走了 我请你吃饭 行 这么多年不见 今晚咱俩高低的喝两杯 行 来 我的车在那边 哎呀亲爱的你干什么 我让你羞辱他们 你怎么还请人家吃饭呢 请他吃饭 他也配 那你想干什么 你不是要羞辱他们 待会我交两个朋友过来 好好的羞辱他们 亲爱的 原来你早有饭盘 那不然 我堂堂租军公司会请他吃饭 他以为他是谁 来赵白安点赛 陆少 陆少 来啦 哎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陆少 外号江崇小八王 这位是小凡 是我很久以前 认识的乡下朋友 乡下朋友 很久以前认识的 陆少 您可是 重诚重 像当今这个社会 人都很利息 没有想到陆少 还能看得起乡下 这位美人 陆少 还没有介绍的吗 这位是冰瑶 是我女客的妹子 好漂亮 好清雄啊 你怎么 顾少喜欢吗 必须 像我万花丛中过 也没有见到过 如此的美人 冰瑶 顾少 可是江城商会会长的儿子 家族财富 仅次于夏侯长 她的叔父 更是北都权贵 军中大 顾云霄 实力 还在我陆架之上啊 我妹啊 可是江城美少女冠军 可不少 真是英雄配美女啊 姐 你说什么呢 我已经跟小伯会订亲了 订亲了又怎样 不可以解除婚约吗 结婚了都还可以离呢 美娇说的对 现在这个社会啊 订亲根本不算什么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帮你撮合啊 对 少哥 什么意思 哎呀小男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就是为你好啊 为我好 什么意思 你喜欢冰瑶对吧 你想让他得到幸福对吧 是 冰瑶和故障在一起才能更幸 我最一直为了他好 你又何必恼羞成怒呢 他就是自私 说个小伯老 谁让车给倒了 新疆 不必要 一份 是一份 哎 小伯 你别生气了 你就不能请我给你解释解释吗 来 你说 哎 我是真觉得呀 冰瑶和你在一起 那就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不如你把冰瑶让给顾上 顾上一高兴 兴许赏你的前程 就算是当条狗 也许在乡下想了 啊 哈哈哈 如果不是我记得小时候的那种 如果不是我爸告起我 不要跟人先动手 现在已经说不出话了 哈哈哈 你拿我当朋友 哈哈哈 你可真是笑死我了 你也不撒谎尿照照你自己 我的身份 其实你能够仰望的吗 全世界有多少人巴不得到 我能不能找你 哈哈哈 把冰瑶留下自己 我可以记住 否则怎样 否则 我得抄你 啊 啊 七八你疯了你敢打路上 你也不撒谎尿照照自己啊 你也配跟老子敲米皮咯 小子别动我 是不是小范范尿免九族 你要灭我九族是吧 我已经灭了你 小范哥 别弄出什么命了 别在老子里里撞我 否则你知道会怎么死 老子当你是朋友 当老子是狗啊 我知道你家在哪 你敢动我 我去你家找你爹 今天我就放我 别让老子再看 别啊 你走 别啊 你走 黑老 起来的这小子怎么敢动 什么 你要打我 挖了甩子 打就是你哎住手 怎么了我 不是 我突然间想起来 我们还有点事 那你就先走 走走走走 走什么 我还没有动手 赶紧走什么 不啥 真的有说这个忙 当不能我 不敢 查个香巴老你有什么 不敢动他的 黑龙你好歹现在到上混的 这一点事你都办不好 我还怎么混呢 哎呀我不混了什么 你呀 定型高明吧 好吧 大哥 这有这个 我们先走啊 走 快快快快快 哎 啊 啊你喊人咋我吗 这个喊啊 喊啊 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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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谁有此理 他不过一个乡下小子 居然敢打我 军的儿子 没有 哎 居拔了小转来 看看那小子 是龙 是蛇 是 你好 我乱个车送你回家吧 我不 啊 你的意思是 你去我那里去吗 愿意 怎么不愿意的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的 只不过 我还想再确定一下 是 是 你是 你是 只想去我那里睡一会儿 还是 要跟我 做点 别的事情 这 做什么呀 是做 做身材的事啊 你别说那么不激 你的意思是 你冤极了 怎么了 好 你怎么就突然怨疑我呢 你怎么就突然怨疑我呢 因为那天发生的事 我开始给别人伤害 对不起 所以 我愿意 冤枉 你对我真好 我保证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爱你的 冤枉 你对我真好 我保证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爱你的 干吗 你停啊 继续呀 等着看呢 你有病啊 自己滚 先确认一下 你就是秦凡吗 是 怎么了 麻烦你跟我走一趟 你让我怎么走啊 因为你谁啊 那我都没面子 你既然不愿 那就有我的手段了 小的练过呀 小马哥 干啥了 跟你拼了 姑且 小马哥 杜军 人来到了 杜军 人来到了 啊 哎 孙子 你不是挺拽吗啊 现在被打得个狗一样 你再起来打我呀 你打我呀 打呀 我当年治好你双目失明 就是这么恩兆抽爆的 呸 老子当时从城里去你那个小货房子 天天被闻得有的一身包 你还跟老子 小子 当初你老子确实帮我不要差钱 我想找工作 都能帮你 把你把他生我儿子 我就要弄瞎你双眼 谁让你有眼无助 真以为我好欺负 老子告诉你 是不可 龙皇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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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小子 你 崩了吧 龙皇 是合得个英雄盖世的人物 我会有你这样废友徒弟 你吹牛 不经过大脑嘛 老子今天非得好好给你改改这吹牛的毛 不是 吹 再吹 吹啊 你吹啊 好了 快没气了 出现 地方埋了吧 是 去埋了 试试 放下 不应 我把这人说笑 玄武山神一身正兵 能提着不如往灵者 乡城之地 此会有您的对手啊 不知玄武山神来此 有何贵干 谁跟我来看 你认识他 你认识他 谁打着你 你将还是我来 我是否冬军之兵 熊山神 张晨是我的属下之地 你们会因为这个小子要与我为敌吗 哈哈哈 乡下小子就是你想打就打想杀就杀的吗 赶紧不自枪 那就我来帮你 到你了 熊山是着命啊 快快跪下 还是快跪下 我只有这一个儿子 不得愿意 这是怎么了 下门吗 范桑 又是 coupled 你俄倫 climate obedient 变成性 方객 这種 然后 如果 虚心 你俯手 实际上 你俯手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宣武 你在干什么了 我弄成不是一个哀龙去脉 纳顺找死 去脉 我滚 今日我再绝不会让任何人上海 犯上 毕了 这是大帅 让我奉勸大帅 我要在这件事上动怒 否则你会得不偿失 危险 如果你的权威还大不过龙皇 我要送你 往那龙皇压我 不用龙皇也能压你 扯地上 人干什么 我来接我选我的 他跟我说你是不是 反了 是要你 可是帅 他给我叫吧 罗魏罗魏 我遵你为帅 若魏私仇 我认不得你 放肆 尽管这种语气跟大帅说话 大帅 你先令我闭了他 谁敢用以下手指 我让他血剑破 收起来 好吧 告诉他 他就是他的手 为什么这个三大战争出面保护他 不好意思 他的身份不变得我 只能告诉你一句 他是你动不了的人 若你动了他 他背后的人会图得你顾驾寸草不胜 我的意思是说 他是龙皇的儿子 他是谁不重要 今天的事到此为止 奉劝 别打他的主意 奉瑟 后果你承受不起 我们走 我说 他能帮他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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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就帮他们走了呀 你可是他那北东大帅 你岂能说到他们的口课 你走个屁 战胜签是他 选杀磋王子 都是龙皇威下 都是刀死 你当我这个龙虎 真的是龙皇之子 不可能 我十五年前就认得他 他就是一个人 那笨的笨的香榨小的 我爹可以做的 我真的小父亲 是的是这种奥式之龙女人 是你那 为什麽 要战是什么 什么课的 这可能就是龙皇了 龙皇这这怎么可能 郭元贤龙皇 海山石 后来再有 如今 一个乡虾小 老眼睛几大战争舍兵保护 你想 我大体之外 还会对谁如此忠心 郭元贤这么说 我想到件事 真有可能 什么事 五年前 我玩了神冠眼睛 这无人可疑 我还听说 有种星大王中 医术高明 带我儿子过去 我真一好啊 我早就听说龙皇 医术高明 这这绝对又是巧合呀 他肯定就隐缺着龙皇了 如果这小子真是龙皇之死 我亏那我就白痴了呀 老头 这么大帅 你有办法 这是啥 还是个人 大帅 大帅 你说你都无法压制龙皇 这还能有谁啊 这个人就是大帝 大帝 没错龙皇再强 强了过大帝 可是 龙皇是大帝最信任的人 大帝是龙皇 那多是磐石 怎么可能压他呀 过来 妙啊 绝了 还得是大帅 这乐师小技 就能灭了龙皇 哈哈哈哈 静耀姐 怎么了 所以我想去逛街买点衣服 跟着我一起吧 我约了跟小黄哥一会看电影 是他重要 还是我这个姐姐重要 走吧 你们真有照片这么好看吗 哦 你就相信我吧 本人只副底照片 你们好不差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必娶她做王妃 丁颖阳虽然只是我们 江城的美少女传心 但就算混在全世界 那肯定也是最漂亮的 我已经看惯了 北都那些雍之醋粉 我就喜欢这种青春的美食 哎 他们来了 嗯 但是我真的就迟走了 不得呢 但你这么多 我还会伤到 你这么多 珍琼 我都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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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里面就不怕被扎 哇怎么接呀 我介绍一个北京的朋友给你 好更让你 这么多接 丁阳 你知道我这位朋友是什么来的 说起来 难道 中生的来自还要大吗 那岂止是大呀 那简直是太大了 是吗 是太多啊 哎呀亲爱的 别跟人家卖管子 暴露我吗 好 我就这么说给你们介绍 这位就是我们国家 最有下的大帝之子 什么 奥王子 奥王子 真真的吗 真的是大帝之子吗 这个假的了吗 哇 还真的是 他真的是大帝之子 你先别提供 还有更猛 什么 还有更猛的 奥王子说了他挺喜欢的 只要便要听话 他可以去冰瑶 做王妃 啊 真的吗 做王妃 哎呀太不可思议了 好了 冰瑶 你太走运了 你看看人家奥王子 他这么喜欢 如果你以前的小孩都变成我 你怎么还在提那个秦凡啊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人家奥王子都在这 秦凡怎么能跟奥王子相比呢 你自己看 对呀对呀 如果你嫁到奥王子 你可就是王妃呀 将来是这个天底下最有权力 和地位的女人 我不想要什么权力的地子 不是要跟我喜欢的人 平均把他们盖起这个 不必要你放肆 你竟然敢不给奥王子面子 你真了 别跟住 女生有他自己内心的全街很正常 我就喜欢这样的女生 行了很晚了喝咖啡吧 对了 你奥 我来 好吧 老婆 明天是我大五十次生日 我请你大五十次家 可以瞅着珍珍光啊 没问题 明天我和沙包一块来 再给你们备份大礼 这个储片姚可真是不舍牌子 奥王子 你为什么阻止我教育他 对女人 你不能太粗暴了 对我们的优势去争 奥王子 是有什么打算吗 明天不是岳母的五十大寿吗 背上厚礼去提亲 你觉得储家能拒绝我吗 储家势力肯定不会拒绝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那个秦凡肯定也会去 到时候再冲到我 他冲到我 那就让他死 好不意啊 只要秦凡死 那储元瑶就不会再固执了 那是自然 这小美人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龙皇 你们再牛逼我 能斗得过大帝之子 这下 你们父子俩就等着不得好死吧 还有什么战神 手给引我断了 冰瑶 你是不是傻 人家奥王子喜欢你 但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事 只要你偷上了奥王子的交机啊 他们整个家族都悲欢成打的 我说我心里有爱的人 我不惜安全世界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啊 家族养大了你 你却只管自己开心 完全不为家族考虑呢 你必须要我成为习征服 你再买劲吗 你直接气死我了 你真的不要再比我成为王妃了 如果我真的成为王妃 那我第一个算到的就是你 因为你比我做了我自己不想做的事 小凡姑爷送家子一千万八句 外公的生日快乐 感谢小凡的救命之恩 上次治疗之后 整个人 凌晨多了 头 再一遍 这并靠一还得靠脚 您是陆树专业兄弟好 怎么样外公 我给你找这个 再自你去不错 很好 相当好 还是比你啊 有眼光啊 太有眼光了 不将全渡送死陆上的 陆后送环球银行 贵兵卡一张 本款十亿 并送北都独栋别墅移动 以配劳斯莱斯一辆 咱俩 陆公子 您送这么厚重的大女 我们怎么受得起啊 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机会 向美男服务 希望各位长辈 让我 你 这么快 陆公子 这么一心给你不求 亲爱 答应 我们呢 肯定答应啊 亲爱的 你对我真好 什么 你也可以在这 什么 你也可以在这 你是不是上次还没被我做够啊 用屁腰 你小子 你在转什么 你马上就扫淋头了 陆公子 都是一家人 别伤得何气啊 阿姨 我建议你 马上把他给赶出去 陆公子 一会儿宴席开始 你就做唱会 这小子 管他了 这别管他了啊 别伤了你再雅兴啊 不行 我今天在这 他就必须得走 陆公子 这位是 你的朋友吗 是 小子 清清楚了 我不想让你滚出去 你在我眼里都不算什么东西 大胆 谁敢敢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 小子 你上马上到 老子故意不说他的事 就是要让你惹 让他还没耍得起 你再给老子说一遍 小帆哥 带我 我们自己到一边去吧 没有 你别管我 我带我去你还要怎么样 小帆哥不说 站住 你带我要干什么 没有 我今天是来向你求亲的 跟他结束吧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丁瑶 我今天是来向你求亲的 跟他结束吧 你真的不用再说 我心里只有小帆 那一个人 我不可能跟他崩开 就是 我们丁瑶 已经和小帆定亲了 定亲了又怎样 今天我龙傲跟他提亲 他就得跟我走 对不起 你帮忙劝劝你这位朋友 一定是我生日 你找那人呀 哎呀妈 您是不是傻 你知道人家是谁吗 他是谁啊 他可是我国最尊贵的大帝之子 傲王子 他是王子 那岂不是未来的大帝人选 美娇 你先开玩笑吧 美娇说的没错 这位就是来自 北都地宫的大帝之子 龙傲王子 这 我还是觉得 是在做梦 龙傲王子怎么会来到 我们这种 求疆自壤的地方 还来到了我们这个小家族呢 因为龙傲王子 跟我是朋友啊 我很久以前 便跟我不起去北都 认识了龙傲王子 碰巧这次龙傲王子 出来旅游 我就把他 请 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就看看这个吧 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就看看这个吧 啊 北都王族龙历果真是大帝之子 我的天哪 真的是龙傲王子 拜见傲王子 要是傲王子能看上我才能要死 那真是我储家之福啊 你们的意思是 同意把这小美人取配给我了 同意 我们同意 就是 能跟龙傲王子联姻 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仇之不得了 我 我不同意 什么 冰友 你不是傻了吧 这么好的事 你还不同意 就是 嫁入王子是多少功能 梦寐以求的事啊 我不喜欢那一句 我只想跟你跟我喜欢的白头偕老 这个人就是小凡哥 愚蠢 简直愚蠢 这秦凡 不过一个钓鱼老的儿子 真比得上 奥王子的一根脚石头啊 就是 嫁给了龙傲王 你就是王妃了 万千女人崇拜的偶像 这辈子啊 你讲不尽的荣华富贵 我不管你这事 我绝对不会同意这事了 你同意也得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 放下 你们眼里 还有没有我这个家主 放下你们眼里 还有没有我这个家主啊 爷爷 你不是想反对啊 王子吗 你娘和小凡 早已有这个家的风雨 就算他是王子 也不可能让他再嫁 爸 您以前就教育了 要振兴家族 光耀门眉 不是 好不容易有了 能让我们储家 一杯冲天的机会 你 你还能反对吗 混账东西 老子让你光耀门眉 让你走正大 谁让你还不全贵呢 瞅老子 这我就来在说你 随往低树流 人往高处 这话 有问题吧 叶泰山 你还是个人吗 你别忘了 你的老命 都是小凡给你救回来的 那也不能因为他救过我的命 就会阻止我叶家的发展 和后悔了我的全体 行了 别这么争了 最后我问你们一遍 到底同不同意 同意 我们同意 不同意 没有 就非不给我这个面子是吧 就不给你这个面子 你不行了 别以为你是王子的欺人太甚 也许我不认你有权势 但你做逼我 就跟你拼命 什么 你要跟我拼命 什么 你要跟我拼命 若逼我 就不真心 放肆 不怕我终于救赎吗 王子不必生气 小凡年轻气盛 明明不必跟他计较 小凡 有个派 亲爱把王子的真面子 乖 不准道歉 爷爷 我没错 我凭什么道歉 值得你不错 从我们走过王子 这大必经的一天 这乡八老不值王子威也 该如此处弄啊王子 把王子一句话 就 罪失万钻 那我面临你现在给我跪下 让你亲口承认把冰药让出来 不然我让你必死无疑 让我跪去 人都没有 你想逼我杀了你吗 你也以为你是王子就不得了 师父可是龙皇 你说什么 你师父是龙皇 又是你 龙皇是何等人物 奇怪 有这种不入流的弟子 没有 连大帝都得高看龙皇几分 龙皇的弟子 正会趋距于 一个小独城市 就算他是龙皇弟子又如此 难道 他还想跟奥王子对抗吗 就是 别说龙皇弟子了 就算龙皇在此 他岂敢对我不遵 我数三个数 不贵得此 一 就算他是龙皇弟子又如何 难道 他还想跟奥王子对抗吗 就是 别说龙皇弟子了 就算龙皇在此 他岂敢对我不遵 我数三个数 不贵得此 一 二 三 你想怎样就试试 反正见另一条 你自己作试就别怪我了 战龙为何在 是 这床主如我王室 立刻拿下究帝征房 我王子 不可以 老头 你想干嘛呀 想还个大把 你争战沙场 必不产功 今日之事 让你拉开一面 化干涸为义 王室之威 终于一切 他敢惹我 没错 他以为他是谁 连王室都不放在眼里 千里不容 伸手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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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肆 你敢殴打王室战龙位 放肆 你敢殴打王室战龙位 不再打战龙位还得打你 他可是王子 你可使不着 只有一条命 拼了再说 管他是谁 你要干嘛 好酷 我 这 我 我 我 快报警 这家伙打王子了 你先来累我们出家吗 你仗着有权势有欺负我 惹毛我我打死你 你给我等着 我没干威胁 你狂啊 我都在打了 这个就打死了 现在这么打他 早就将生死的知识多了 再活 你再狂一个事 再活 放猴子 放猴子 他对熬的都是 被打击知道 你命运就多 那就会肺炎灭 还有你 啊 周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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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园 你还没看我 害你 害你害我 害我 我现在他妈看 你跟一条狗一样 你滚吧 小艾你怎么这么冲动 你竟然敢打王子 又这脾气 我管不了他的什么权贵 你还是我 毕业命 如果你倒是出了气 可是大帝一怒的话 你九足不保啊 没事 但你从我打到那一刻起 我就已经无所谓生死了 你生死了 谁无死啊 绝不如捞住 那你就赶紧滚 别连带我们楚家 就是赶紧滚 待会大军包围 我们楚家就完了 可能不用怕 老师一人做事一人当 不会拖累你 冰阳妹妹对不起 我这辈子怕是保护不了你了 你还想着这个逆贼 搅回在你 是想害死我们楚家吗 妈 没事的 来生 我们还会再见的 爷 我要走了 谢谢你这段时间 对我的照顾 就像我的亲爷爷一样 爷 我要走了 谢谢你这段时间 对我的照顾 就像我的亲爷爷一样 小主海 其实你是个好孩子 可是这些事了 所有结果 我自己都会去背 现在 我爱 you 谁 我爱你 你不能 我爱你 你 你 我爱你 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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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已经积雪 还剩半条命 他们的梦叫塞衣 因为陆族军的儿子 带着奥王去楚家提起 非要许楚冰瑶 还羞辱少主 少主仪器之下 就当手 这样 那打得好 我没把他打死 打得不清吧 是 已经积雪 还剩半条命 他们的梦叫塞衣 因为陆族军的儿子 带着奥王去楚家提起 非要许楚冰瑶 还羞辱少主 少主仪器之下 就当手 这样 那打得好 怎么没把他打死 就是这样 大致敷义 见面了 该怎么办怎么办 明白 那我速发龙皇令 召集全球龙皇殿位 速来龙国聚集待命 你先去吧 是 臭小子 真能给老子惹事 爸 你这臭小子怎么回来了 爸 对不起 我给你闯祸了 又闯什么祸了 闯什么祸 你就别问了 我怕你知道了吓死你 你赶紧找个 与世隔绝的地方躲躲吧 哎呀 你这是闯了多大的货呀 啊 让老子跑路啊 哎呀爸 这事你管不了 管就得要命 你赶紧走 都当没说过我这个儿子 我和恶事虚义死见就是 想走 走得了吗 你赶紧走 都当没说过我这个儿子 我和恶事虚义死见就是 想走 走得了吗 我答应的事 我跟你解决 跟我爸无关 你让他走 换过他 你不知道打了王室罪联九族吗 今天你们俩都得玩玩 哎呀 这哪来的猫头小的 说话竟如此不知天高地厚 找咋嘛 老东西 别给脸不要脸 你信不信我马上让你恒死当场 爸 你就别瞎掺和了 该钓鱼钓下去吧 这里是交给我 还想去钓鱼 今天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 哎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跑 允许 对 给我拿下这对父子 找他们没有还手之力为止 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们 用手 不行了吧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赶紧打发他 打发他 你问过我了吗 你招老头子也敢出我逆临 你招老头子也敢出我逆临 看在故人面上 你说现在走 前面种种行为我不与你记忆 可你要是执迷 会被打得更惨 哈哈哈哈 老头 你是疯了吗 你比你儿子还疯了 自己都死到零头了 还怎么打我 哎呀爸 你这酒喝多了吗 我都跟你说了 他狠厉害不好哲 你还瞎掺我 没你的事 赶紧走 走不了了 今天我连你一块打 对我爸试试 就给你配合 哎 就你那点本事太害了 让老子来 哈哈 爸 这是打架 不是钓鱼 打架 哈哈哈哈 小猪也敢亲我 爸 你会武功 啊 我刚才用武功了吗 哈哈哈哈 你那何止是武功啊 简直是绝世武功 反了 这老头居然该打我占了位 天玄还不动手 更待何时 是 老头 去死吧 老头去死吧 你小声 嘿嘿嘿 哎 哎 哎 老头 标冲小技也敢搬蛮弄 标明 看我老是进军 不怕掉脑袋吗 什么 王是进军 哈哈 你以为呢 还不赶紧把你的刀 从老子脖子上拿开 你的小面都在我手 还敢用这种口气做法 你是没打怕吧 啊 好 那老头的邪文 赶快让救治军大队来抓他吧 刁明 你这命令你 把刀打开 我大地就死了 等着我让你死无险事 打仗 你敢冒出大地 我就犯了灭独之罪 今天我就带你爸妈叫你叫你 听你 爸 别打 他真的是大地的 啊 真的 真的 我只能量过救命 嘿 反正我没见 我不行 我继续打 嗯 不是真的 你看 我有令牌 老子眼里认不得令牌 倒死 你敢践踏王氏令 我不再践踏王氏令 我不再践踏王氏令 我还践踏你呢 我认你不中认 让你嚣张把腹 让你嚣张把腹 救我 我命 谁打吧 打死要出大事的 你小子不是喜欢打架吗 啊 你天不怕地不怕 怕出什么事啊 我不怕死 但我怕你出事啊 不怕死 我活了二十多年都不怕死 我活了五十多年了 直了 再说 只要老子不想死 这事实上 谁能让老子死了 再发 真的 你这钓鱼的有这魄力 我今天是真把你看左眼了 你觉得你不 你觉得别人的爸爸很老 没想到最牛逼的还是你 少给老子带高吗 先把眼前这事解决了吧 你还收拾老子吗啊 你还是我怎么 我不收拾了 不收拾了 哎 滚吧 拿着 拿着 爸 我们也别耽搁了 赶紧收拾东西跑路吧 爸 赶紧收拾东西 我们跑路去 嘿嘿 跑路 跑什么路啊 你打了王子进军 还打了王子 不跑路等着大人来抓捕吗 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子 能跑哪儿去啊 那我们父子俩 就真的这么完蛋了 不用怕 骗他呀来 有老子跟你顶着呢 你个钓鱼的 你个钓鱼的 你顶得住大力之弄吗 哎 对了 想起来一点点 或许我们以后才有救 谁呀 爸 实际上马 我背着你不够办的吃 他是一个臭丁女 如果他能找大小鱼 过去我真的有救 是吧 你还有这么厉害的师父 那大 要是我说你这么一个钓鱼的老爸 其实早就被人打死了 要没有我这个钓鱼的老爸 你刚才就被人打死了 对啊爸 你怎么会武功 而且还那么厉害 听说过世外高人吗 世外高人 你是世外高人 那有多高 只不杀一人千里不留痕 百万君主取上将手笔 来去自助 嗯 算了 你这牛逼去的确实过分 我还想到怎么去找我们 你这个不信 当初怎么没这样号码 你这个牛逼 哎呀 看来啊 你是指望不上你那个师父了 还得指望老太行 指望你 怎么指望 指望你 指望你 怎么指望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哦 我想起来了 你在城里 是有谁那么不信的关系 哈哈哈 你确实是有些能认 但你要知道 我们面对的麻烦是本公王室啊 你那点关系都弱爆了好不好 哈哈哈 不要纠结这个了 老子先睡一觉再说啊 哈哈哈 真是不知 不知道权力的力 妈的 那龙奥在北都 怎么就想着去冰洋了 弄少高 肯定是他孙子搞得过 人老亲那也没露众 母非他在说 疼呢 这不能轻点吧 那就这样 我让你先休息吧 因为伤了筋骨 血气要禁欲了 什么 禁欲 这不让老子命了 没办法 重伤期缺带的话 不一定会很严重 你先好好休息吧 直走 你先听医生的 身体要紧 你要实在什么路 我给你想办法 不过话说 齐藩下手真狠 把你打成这样 也是值得的 让他把奥巴斯给打 这下 他死定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收拾你啊 你都已经把我打成这样了 我也没说什么呀 你为什么有时不能放过我呀 你带老老来和我作对的吧 不是 你真怂啊 敢做不敢当啊你 坊哥 我求你了 你饶了我吧 你别打我了 我已经够惨的了 我本来是不想和你们这种游戏 是你自己非要作死 逼我 是你三度吃飞 让龙老来和我作对的吧 老会可能干不过他 但干你还是绰绰有余的 阿峰阿峰 你别跑啊 你你把我拦住他 路上我把你去叫人啊 阿峰阿峰 你知道吗 坊哥 坊哥 我知道错了 你饶了我吧 要不 我帮你小王子求情 你 你别打我了 饶了你 可能吗 应该 老子就是这性格 你要让我不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阿 Так 你别想大了 你不要 gew secure 可我 其实是谁材在打背你 不是 讓我出手 快救我了 小子 趕緊去放我兒子 讓我放就放了 打得怎麼樣 我死了 給我廢了他 廢了他 你 看著 你下巴位子都給別化 彷徒 只是不殺你 我事不為人 弄手給我下了嗎 是 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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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等 等 讓他慢慢的直動我致死 小媽 繼續狂呀 要罰就罰要殺就殺 我不挖你 我讓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走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你是誰 這怎麼來了 老子就知道你進城那闖禍 能不來嗎 想起來了 就是那個釣魚老 你這個人也不行啊 想當初跪著求我救你兒子 支眼睛 我把你兒子眼睛治好了 你非但不敢去 還有欺負我兒子 你這種屁民 就該被欺負 不管你瞎抖眼 認不得全貴 你真是多死啊 上次被我兒子的龍皇師父收拾一頓 還不長屁 龍皇 哈哈哈哈 你以為他牛逼 總應該比你牛逼一點吧 哈哈 你以為就行嗎 你們打傷了太子 留在了大地 你說這龍皇 就是玉皇大地也不行 我這很久不出山 這山外的城市啊 既然如此的無法無天 那我就讓你欺負 更無法無天的 還樂樂樂幹什麼 把他們褲子都給我幹掉 哈哈哈哈 兩隻蝼蚁別敢聽言殺法 兩隻蝼蚁別敢聽言殺法 你別上次五龍標牆 就為所欲為 老子 可是江州公軍 杜老子 可為全國追殺 哈哈哈哈 我不信 我今天非得逗你試試 哈哈哈哈 你打了你 沒想 有著瞧 你兒子 我正在那邊小子 我看你怒 我父子 這個 師不無所為 我這個人就聽不到別人 美國 今天非得廢了 你 哎呀 啊这父子俩都废了 真是作孽 啊 知道了 这讲到什么 我还渴废话 你都管老子叫爸了 能不比你渴废 爸 真是啊 啊你怎么会啊 什么你也会啊 对了 我师父教我的 咱们说你这师父有两把刷吧 那得找机会给老子引荐一下 哈哈哈 我都找不着他了 你这个好怕 要不然 你能让他帮帮手上去 给我们父子流光活路的 哈哈哈看来呀你这师父是志望不上了 还得靠老子 哈哈哈看来呀你这师父是志望不上了 还得靠老子 起码 我有点本事 真要的话 我们就拼了 这狗伯拼一双断一个 总算有点老子的样子 行吧 回家等着吧 是福不是祸 是祸呀躲不过 哈哈哈哈 祸出去 王舅 王舅 反生什么事了 你叫我能 没能保护好王子 你发生什么事 二王子对钓鱼老的儿子给打了 你下自然抓住 没想钓鱼老是高手 就把同价和王子打了 什么 靠王室 是的 二王子都已经说了 自己是大帝之主 还亮出了金龙令 没想到钓鱼老依然嚣张保护 把二王子一阵阻打 完全不把王室的威严放在眼里 岂有此理 第龙军何在 你还折磨死他们 王子放心 我会将你承受到百倍千倍皇位军 首领还得小心 那钓鱼老武功深不可测 厉害得很 这多厉害 一招便将我击败 什么 一招将你击败 你也是顶顶高手 他能一招将你击败 是的 我也觉得匪夷所思 但这完全是事实啊 这不是匪夷所思 这是不可能 就算是我 也没法一招将你击败 是的 首领当初用了三招才致负于我 那老头唯有一招便将我打伤 我觉得他的武功 在首领之上 这天下武功比我高得不出十人 而且每一个都是生命赫赫之辈 他一个钓鱼老 几什么有这么高的武功 为文多几件首领 你还是多带些高手 再背上长枪短炮 一定把他们拿下 行 我带四大金刚出马 我加上四大金刚 天下只有一人可敌 谁啊 龙皇 我带四大金刚出马 我加上四大金刚 天下只有一人可敌 谁啊 龙皇 龙皇 龙皇这么厉害 父皇 既然龙皇这么厉害 你为何不叫龙皇出手啊 龙皇如果出手 那夫子俩必死无疑啊 龙皇是什么人 是当时集财国之重器 不到国家危难之事 只能轻易出手 是的 这点小事怎敢劳烦龙皇 实在需要时 让龙皇大人派出两位战胜即可 你带四大金刚去吧 不需要时 才叫战胜出马 是 这下子看那钓鱼老夫子往哪跑 没想到那小小的将冲 定如此高 就这小子 就是他 给我拿下 给我围起来 哼小子 这下我看你怎么跑 哼小子 这下我看你怎么跑 你还真是死猪不怕开手 打不怕呀 大胆 你敢辱骂王子 我打都敢打他 我还不能辱骂了 果然胆大抱歉 给我拿下 这点粉丝 你敢猖狗 他是太大点了 他脑子比较厉害 行 反正我抓起来 我们一会为那钓鱼老 落我手里了吧 要啥要滑老子不怕你 他不怕 不怕那我就慢慢折磨死你 你不牛逼吗 本事呢还手啊 本事去哪了 要给我机会 给我机会老的病弄死你 你干嘛跟我嘴硬是吗 啊 好了王王子 你专专钓钓鱼老吧 好了王王子 你专专钓钓鱼老吧 这钓鱼老比他还可恶 就这里 开门不开 不开 你敢过门试试 你是谁 你不认识 是你惹不起的人 见女流这么狂 我真是没有见过世面 王子 认识吗 谁啊 我不认识 找这么说 他不是跟教育老一伙的 那你是谁 想干什么 忘了小凡 然后谁打 自讲耳光 真的是在找死 我拿下了 让你们不要乱动 让你们不要乱动 你是谁 竟有如此伸手 我是谁不重要 别打扰里面的人休息着 胖死你 你可知我等是什么身份 你不认识我 但我知道你 你是帝龙君之手横刀对吧 你怎么会认识我 那你不用管 放了小凡 回去告诉大帝 什么都没有 一切都过去了 若你还要强来 后果你承担不起 到底什么来头 竟敢无视地宫 我没有无视 我只是在强调 不要借地宫之名 仗势欺人 岂有此理打了王子 无视地宫 还说我们仗势欺人 一起上 马太后拿下 我看谁敢动 别怪我大开杀箭 杀一个事实 我拿下 大老道 大老道 王道 这掉玉老就在里边 把他给我抓出来 给我看好他 掉玉老 不打王子 该当头醉 好 好 知道 你要问我罪吗 龙皇 你是龙皇 龙道 你要问我罪吗 龙皇 你是龙皇 还算你眼睛没肺 认得 就算是给横刀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不认龙皇啊 什么 你是来抓我的 还是来杀我 龙皇 这帕子有什么误会 王子被打 死大地派我来抓人的 你们抓的这是我儿子 快把宋女抓了 爸 怎么回事 你 你怎么能是龙皇呢 老子怎么就不能是龙皇啊 所以之前一直是你带着面具 扮龙皇教我武功 我在城里出事也是你带着几大战士来救我 除了我 你以为还会有别人帮你啊 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没想到 爸 你竟然是那万人金养的英雄龙皇 怎么 你这脸又被人打了 刚才他们抓住我 这狗王子打我耳光 是吗 既然他打你耳光 那你就给我打回去 啊 是 必须打回去 是 你去打回去 说你赶紧帮我 这王 他该是大地之词啊 没说大地之词打不得 没说大地之词打不得 我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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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得 他不得啊 有什么打不得 难道大地的儿子打不得 老子的儿子就打的吗 你现在就杀了你 放肆我是王子 你这是臣子 不要管我事 我只想告诉你 这天下还没人能压得住 搞鬼那以为你很牛逼的老子 你要是不知道吧 可以回去问 你老子的防卫是怎么做上去 你拿那点破名声来压老 蛾毛老 不一定把你偷了 老子 刚才他是怎么打的 你给我打回去 是 啊 那你打 陆航那少主赶紧住手吧 毕竟是大地之词 打不得呀 有什么打不得 既然大地没有管掉 那就替他管管 未来今年天下之人 岂可嚣张发护 不知民间疾苦 教训司可 他不能打出事来啊 行了 教训一顿就够了 啊 今天只是教你做人 懂事非知分寸 若以后不软 再敢仗势欺人 不管你是什么身子 实际杀了 你听见了吗 滚 告诉你 什么 要你老 就是龙皇 是 我也没想到 龙皇就和我此后 还没物中无人 我也没想到 龙皇当着我们那边大王 告诉我那边小 打的不是王子 打的是大帝你的脸啊 岂有此理 我儿子 打我儿子也就怕 连他也打我儿子 难道 造的对帝国有功 就为所欲为了吗 此事大帝 此事该如何处置 偷打王子 灭猪之罪 立刻得不掉十万亿龙军 谁比江城 指望江城问罪 是 覃大帝国有什么 偷打王子 灭猪之罪 以此 过赴十万亿龙军 你江城 指望江城问罪 是 一 一 そ 嗯 爸 真没想到 你就是龙皇 你不是一直觉得老子钓鱼没出去吗 江海是老子辣 是我太左边 就你那点本事 还嫩得很 千万不要自满 要是楚家 知道你是龙皇了 哪还远得我混婚了 还嫌弃我 我可得提醒你啊 千万不要因为老子是龙皇 你就出去骄傲自满 嚣张跋扈 否则 别人不打扯你 老子都得打扯你 爸 你就放心吧 你千万不要叫我 他做一个正确的人 这一点 我一直老心 这一点我还是比较信 身上多多少少 还是有几分老子的影子 龙皇不好了 有什么不好的 大帝率领十万机工军 为了江城 直问这边而来 这有什么 早在我的预料之中 那 让我当时严厉扎你 不可鲁莽 先看看大帝的意思在说 他和我是兄弟 若和我讲理 可咱 若要压我 那就踏平地步 我去做 是 爸 你真能不能给大帝看过来 这大帝的天下都是我打下来的 你觉得呢 可是 你已经有多难了 这真正的王者 在或不在都能影响你 你不懂 嗯 你真能不能把他杀死 我和你一起兵 放心吧 我答应过你妈 一定会保护好你 就算拼了我这条老命 也不会让你出事 啊 这样 大帝 大帝 那些是国家英雄 尽管他 你 有多死 冲 无法无天 毆打王子挑战 精威 谁能该当后帅 大帝 你得清楚 是你有罪 还是我有罪 什么 所有罪 你儿子仗着自己是权贵 然明目张胆 抢人未婚妻 要凭抓人 这就是你治下的法度吗 记得当年我打了天下仗 你做 给我撑过了什么吗 董行 别胡说八道 明明 是我儿子先看着王妃 当时有几分本事的强行抢夺 你还倒打一把 儿子巧 你去楚家问问 是我儿子定亲在先 儿子抢亲在后 事情都没弄清楚 要兵来找我问罪 不是 他胡说 要当着大家的面还敢说话 马上让人去找楚家的人来弄清原有 人说谎 我当场杀人吗 谎 太过分了 我俩还这么张狂 大帝 您知道 我一乡不认天不认帝不认军 是天理和宫的 我让你们抱着看 什么是天道和宫的 老老老老 胡九州 是你 你不是在乡乡吗 对 我从战场上回来就引军将军了 说说吧 表情是怎么回事啊 初老 你就把实情说出来了 好 林大帝 我不知道湛南就是龙华 他以前是我的故乡 曾经救过我的命 后来我们两家决定联姻 把我的孙女冰瑶和他的儿子小凡 定了婚约 后来王子也喜悟我家冰瑶 又非要来抢人 说的倒是真的了 你这个混账 让我冤枉了老龙华 我冤枉了老龙华 你说的什么是杀 还以为是欺负 大帝 你也不想想这天家还有谁 欺负到帝宫的头上 这件事 我其实很倾献于他 也幸好是我 不惧权贵 谁要换成平常百姓 想到这后果是如何吗 多少人家破人亡 我冤枉 好好教你这个逆子 再一次 我冤枉了 只要你不以帝宫之为非要压我 这事就翻边过去 我冤枉了 我冤枉是盖是英军过去 请不压你 再次小龙王就会介意 我冤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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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教你这个逆子 哎呦大帝你要记得 你的儿子是儿子 别人的儿子也是 千万不要随便他 是是是 大帝要了 行 大帝要干什么 快过来 看来大帝还算英语 比他的窝囊儿子好多了 如此 国家和人民才算有希望 也是姓氏 想到 傻小子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楚家迎娶冰窑吧 老子给你准备点台礼 谢谢老爸 谢谢爷爷 冰窑我来了